这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美少女 竟然是一个霸道的月影魔女 当她遇到这个厄运少年后 却发生了让你意想不到的事 寒假前的最后一节课 老师正在嘱咐同学们 关于月影人的防御问题 说白了 月影人就是魔女 听说隔壁城市前不久刚刚遭受袭击 月影属于邪魔一族 头掌鸡脚身纹皱印 双目通红极度威胁 如果遇到需要第一时间逃离 她叫人熙 之前也能算是附加公子哥 不过后来家道中落 变成了人人都想欺负的厄运少年 比起传说中邪恶的魔女 她更厌恶那些好事的人类 好不容易找了一份寒假公 老板怀疑是她的厄运导致生意变差 把她给辞退了 难道自己真的是被诅咒的灾心吗 任兮经常这样怀疑人生 无助的她 那无目的地穿梭在人群中 突然她感觉某一种能量 在不断靠近自己 她本能地回过头看了一眼 原来是一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美少女 真是太养眼了 她是谁 难道是老天终于想通了 要眷顾我一回吗 紧接着妹子身子一晃撞向了路人 看上去有气无力的样子 就在那一瞬间 任兮似乎看到了她身上的印记 难道是魔女吗 出于好奇的心理 她赶紧将头贴了过去 突然这妹子瞪大双眼 吼了一声 我靠 这还真是魔女 任兮瞬间瘫倒在地上 这是要劫色的节奏吧 小姐姐不要乱来啊 差一点我就是三好学生了 好不容易保留的童子之身 不是那么随便就可以交给你的 你还是吃点东西吧 这可是我半个月工资换来的呢 趁着魔女不注意赶紧溜之大吉吧 魔女随手捡起了任兮一落的围巾 让她感觉这个人类有种特殊的感觉 很温暖 就在几天后 母亲晕倒在大街上 由于用手机看动作片被老师没收 关键时刻叫救护车都成问题 路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 甚至还有人发朋友圈 都不愿意帮忙叫救护车 这都是些什么人呀 人类这种生物 简直是糟糕透了 就在任兮最无助的时候 魔女再一次出现了 为了母亲 任兮只能求助魔女的帮助 她表示只要能救好自己的母亲 什么代价她都愿意付出 魔女一脸邪魅的笑着 可悲的人类 你可知道像魔女许诺的后果吗 富白貌美大长腿的美少女 居然要住到我家里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 难道我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了吗 就在刚刚 魔女救下任兮的母亲后 执意要去她家里看一看 这一来却不愿意走了 非要住到这里 真是满满的套路呀 任兮当然是偷着乐呀 自己这个土狗 做梦也不敢想象 这么漂亮的美少女 居然会住到自己家里 挑选了半天 最终推开了任兮的房间 魔女似乎对这个房间很感兴趣 好 就住这间了 任兮心想 我靠 难道要和自己睡一起吗 紧接着魔女伸出千千玉手 轻轻一下 将正在心想美事的任兮弹出房间 这大床应该很软和吧 魔女在床上兴奋的滚来滚去 一下子暴露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床上残留着任兮单身十八年的味道 魔女很喜欢 这个任兮还真是体贴啊 准备了一套新被褥送了过来 不过也有可能是想瞄一眼魔女的睡姿 你还真别说 魔女这睡姿确实甜到爆炸 此时的任兮思想一片混乱 可毕竟是魔女啊 还是不能乱挨 万一把她惹毛了可就完蛋了 任兮只好老老实实的帮她盖好被子 睡梦中她来到了另一个似曾相识的空间 似乎是在与人打斗 突然她被玻璃破碎的声音惊起 当她睁开眼睛 眼前的画面让她心里的小鹿蹦搭起来了 魔女呆萌的看着任兮 你要对我做什么 或者已经对我做了什么 任兮表示自己只是叫你吃早饭的 鬼才知道是真是假 看着破碎的窗户玻璃 魔女询问道 是我弄碎的吗 任兮努力的贴近魔女 轻声说道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当她做好早饭 再次路过窗户的时候 破碎的玻璃被魔女修复的完好如初 难道这就是月影的力量吗 让魔女困惑的是 自己好像有什么事需要去完成 但记忆确实怎么也想不起来 紧接着 两人端坐在豪华的餐桌上吃着泡面 任兮表示 这是人生中第一次和美女一起享用豪华早餐 真是满满的幸福感 魔女质问任兮 你就不夸我吗 不过在魔女的记忆没有完全觉醒之前 任兮是绝对安全的 美少女要求任兮做她的小奴隶 还说这样会得到的更多 天呀 这是在暗示着什么吗 魔女温柔地抚摸着任兮的小脸 询问她是否记得那天发生的重要的事 难道是差点丢了童子之身这件事吗 毕竟这对他来说很重要的 魔女气愤地说道 你个渣男 你向我许诺的事情这么快就忘了吗 魔女随手掏出一份奴隶契约 把这个签了吧 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 我要你做我的小奴隶 有没有搞错 其他什么都可以 唯独这个接受不了 其实在魔女面前 所有人都没有拒绝的权利 更何况答应过她的事情 更是要办到 魔女为此还列出了不少方案 比如霍比特契约 这个不行 还有魔法女仆契约 如果再嗨一点 还有魔宠契约 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契约啊 任希内心极为抗拒 其实从古到今 人类的欲望都是深不见底的 想要不劳而获可是不行的 而魔女是可以实现人类所有愿望的 一旦帮你实现了愿望 就一定要签订契约作为回报的 紧接着 魔女一连妩媚地告诉任希 怎么 难道你不渴望得到更多吗 你嘛 还说自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这件事怎么记得那么轻 真是心机表呀 这时外面传来了一阵汽车的轰鸣声 不愧是魔女 跑得还真快啊 原来这个魔女叫尼克斯 他告诉我 难道不渴望得到的更多吗 这一定是在暗示着什么吧 来的这个人是任希家族的一个哥哥 也是任希最讨厌的人 不过没办法 整个家族也就是他愿意跟任希说上几句话 这套房子算是父亲留下的唯一财产 为了保下父亲留下的房产 任希得罪了整个家族 其实他这个哥哥并不是为了房产而来 只是想看他委屈求全的样子 他这次来就是想让任希陪他玩一个游戏 以此对任希进行精神摧残 小落的魔女直觉告诉他 这是一个很讨厌的人 不过对于他来说 更感兴趣的还是任希 虽然所谓的契约是骗他的 但人类向魔女许诺的后果是什么 完全想不起来 千万不要把魔女带回家住 很可能他会把你当玩具一样看待 在堂哥的威逼力诱之下 任希只好答应了他的游戏邀请 原来这场游戏就是星盘棋 这也是他们当地风靡一时的游戏 因为他们从小就开始玩星盘棋 而且自己一直都是胜利者 玩这个游戏就是想要看到任希失败的样子 虽然任希不知道堂哥又要搞什么名堂 但有些事是无法躲避 楼上的魔女似乎对这场游戏很感兴趣 遗憾的是他所站的角度 刚好被任希挡住 不过这也难不住魔女 他随即放出一只黑鸟 拥有魔女助阵 任希的自信心明显提升 堂哥看到一只黑鸟飞了过来 连忙嘲讽任希 先养活自己再说吧 居然还有心思养鸟 棋局过半 堂哥已经感觉胜券在握 于是想要跟任希打赌 如果任希赢了 今年他都不会再来打扰了 包括母亲一年的医药费堂哥也包了 如果任希输了 那就要将仅剩的房产奉上 虽然任希从小就天性懦弱 但这么明显的陷阱 他还是不会去上当的 任希只是轻蔑的说 这么幼稚的激将法还是别用了吧 看到任希态度强硬的一面 魔女都表示赞赏 堂哥又表示 任希输了不受任何惩罚 自己输了照样兑现诺言 在这一年里不能克死自己的母亲 他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悲伤之上 不断的语言攻击 彻底将任希推向了痛苦的深渊 此时的他浑身颤抖 原来在小时候的一次放学 他被非暗势力盯上 无助的他只好求助父亲 而父亲在奔赴他的路上出了车祸永别了 从那以后他就被扣上灾心的帽子 看到痛苦中挣扎的任希 魔女整个人都黑化了 他恶狠狠地看着眼前这个讨厌的人类 你要是敢弄坏我的玩具 就杀了你 当你拥有魔法后 你第一件事想要干什么 任希在魔女的星红领域里 体验了魔法的力量 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忍气吞声 这次任希打算不再让着堂哥了 魔女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毕竟人家拥有独心之术 顺踪局打成了逆风局 堂哥一脸疑惑 真是见鬼 几个回合之后 任希快速地赢得了游戏 本来是想看到任希失败的样子 结果却反转了 他只能说任希算计他 任希则是一脸不懈地看着他 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只要一陷入僵局 你就会用这种无聊的语言攻击 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 我一直都充当弱者 任希得意地说 正是你的自负和多疑 才让我赢得了这场游戏 魔女直呼这小子还挺有头脑的嘛 从小到大 堂哥哪里看到过任希这副胜利者的姿态啊 于是他便将任希按在桌子上楼里 任希坦然地说 怎么 恼羞成怒了吗 从你嘴里说出的约定呢 约定 你这个从小就被那东西诅咒的家伙 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约定 这时魔女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哎呦 怎么一副丧家犬的模样呢 紧接着他隔空拧了一下堂哥的脸 本来想展示给任希看了 忘了他趴在桌子上看不见 魔女妩媚地看着任希 示意他可以求自己帮忙 任希表示自己从小到大都是受到别人保护 这次他只想凭自己的力量保护这个家 话音刚落 任希的眼睛变成了血红色 眼神里透着诡异的光 紧接着他只是随手一挥 就将堂哥谈飞数十米远 然后说你可以滚了 眼看情况不妙 堂哥仓皇逃离 任希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手 对刚刚发生的事难以置信 这难道是自己的幻想吗 突然魔女凑到任希耳边告诉他 这是他的星红领域 在领域内你将会有一段时间 可以为所欲为 他会心想你心里所想 嘴里说着不用 但身体不还是老老实实地用了吗 你这个家伙 怎么样 使用魔法的感觉是不是很刺激啊 看着任希慌张无助的表情 魔女这才明白 任希一定是小时候遇到过什么 这么热的天气 美女竟然几天不洗澡 你能想象到她身上的味道 会有多酸爽吗 任希无法言喻的经历 在拥有独心术的魔女面前 是藏不住的 就在两人含情默默的时候 母亲突然打开了房门 任希连忙向母亲解释 刚刚这一幕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她叫尼克斯 前几天你晕倒了吗 是这个姑娘救了你 尼克斯一把将任希搂在怀里 表示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最主要是任希求我的 哎呀我去 这魔女身上什么味 这么酸爽 差点没有吐出来 这么大热天的 几天没洗澡 你敢想象吗 魔女瞬间羞红了脸 场面无比尴尬 母亲赶紧打着圆场 没事 是我们招待不周 我先带你去浴室吧 浴室这个过程估计大家不喜欢看 我已经替大家省掉了 任希也充当起了保姆的角色 主动将魔女换下的衣服都拿来洗了 这时母亲走了过来 询问这个姑娘应该是月影魔女吧 任希害怕母亲对魔女有看法 连忙解释 这个姑娘很好的 她不是坏人 就在此时 魔女裹着浴巾冲出了浴室 大喊着我的衣服怎么不见了 任希告诉魔女 你不用感谢我 你的衣服我都已经帮你洗过了 包括里面的 魔女怒吼着 难道你想让我一整天都披着浴巾吗 这时母亲前来救场 真的不好意思呢小姑娘 如果不嫌弃的话 衣帽间里有衣服 你可以挑选一件 不一会儿 尼克斯穿着一件白衬衫 从衣帽间里走了出来 此时的任希羞红着脸看着魔女 有点看入迷了 可是这却勾起了母亲的回忆 父亲在世的时候 也曾救过一个月引人 巧合的是也穿过这件白衬衫 于是母亲亲自陪着尼克斯 去挑选衣服 这么和谐的场景 让任希异常的惊讶 母亲拿出了自己最喜欢的红裙子 但似乎不是尼克斯喜欢的类型 这身装扮不错 任希感觉眼前一亮 魔女也表示特别喜欢 母亲将两人的手搭在一起 告诉任希 尼克斯以后就留在家里了 从今天起就是你姐姐了 你们要好好相处 任希迅速地甩开了尼克斯的手 转身跑了出去 母亲真的不了解我的心思吗 我不只是想让她做我的姐姐 而是母亲告诉任希 任希还小 有点任性 你暂时就留下来和我一起照顾她吧 但是千万不要再被他们找到了 假如你长期被欺凌 你愿意接受美女的救赎吗 当任希早上起床后 发现任希已经没了踪影 客厅的广播里 正在播报月引人袭击人类的消息 提醒市民注意夜晚出行 任希无奈地看着窗外 对于这个陌生的城市 在家里待着会更安全 殊不知 任希早起就是为了前往林园 探望自己的父亲 让她感到疑惑的是 母亲应该知道关于魔女的一些事情 但是母亲不但没有排斥她 而且挺喜欢她 还主动示意我跟她走得近一点 此时的大街上 一个白衣人正在打听着魔女的下落 一个悬赏抓捕魔女的通缉令 张贴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而且藏匿者也允许被击杀 看来月引人的世界也不是那么好混的 任希告诉父亲 自己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 除了父亲留下的房子 自己什么都没有守住 母亲的身体也越来越差 最近家里来了一个魔女 不但救了母亲还帮了自己 虽然传闻魔女非常的凶险 但她似乎并不是那样的 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因为失忆的原因 她现在无家可归 我想如果父亲还在的话 也会同意她留下来吧 这时魔女打了个喷嚏 是不是背后嘀咕别人 都会有感应呀 看来母亲真的很喜欢这个尼克斯 听见喷嚏声 立即端来了热水 当年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也许可以借助尼克斯来调查清楚 以及父亲是不是因为自己被诅咒才出事的 任希随即向父亲承诺 自己一定会变得更强 会守护好母亲的 母亲细心的为尼克斯披上了披风 难道已经把她当成媳妇了吗 随后母亲走到窗前深深的叹了口气 看到母亲欲言又止 尼克斯开始询问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母亲告诉她 任希小时候遇到了一些东西 自己的丈夫也是因为这件事离开的 看来这家伙果果然遇到了一些事情 从那件事以后 任希一直遭受亲朋好友的冷嘲热讽 于是变得更加敏感 那天晚上和今晚一样 异常的漆黑 从此任希变得极度恐惧黑暗 为了自己渴望得到的东西 任希正式成为美女的奴役 任希经常面对着亲戚朋友的冷嘲热讽 还有同学们的冷眼相对 让她一直都在崩溃的边缘徘徊 每当夜幕降临 暴风雨来袭的时候 这些画面都会在脑海里浮现 这次任希决定振作起来 不就是黑暗吗 我不会再恐惧这些东西了 只见她脚步蹒跚地在暴风雨里前行 就算是树枝滑破的脸庞 也无所畏惧 她现在要做的就是往前走 是时候跟从前的任希说声再也不见了 突然眼前亮起了一阵强烈的光 随后 风渐渐地平息 雨也慢慢地停了 原来是尼克斯 她带着光朝自己走来了 也是她的光照亮了我往后的人生 她伸出了手 轻声地说 小希 跟我回家吧 任希激动地一头扑向了尼克斯的怀里 洗完澡就是不一样 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惊吓 紧接着 尼克斯手指点了几下 本来被淋湿的衣服瞬间都干了 任希告诉尼克斯 我们签订契约吧 尼克斯惊讶地看着任希 告诉我为什么 任希坦然地告诉尼克斯 自己有无论如何都想要保护的东西 任希表示 人类只凭心意是保护不了任何东西的 所以人类必须贪婪 才能守住想要的东西 那你就告诉我 你更多的渴望吧 任希最想保护的就是自己的母亲 还有父亲留下的唯一的那套房子 任希缓缓地伸出手 轻轻地捋了一下尼克斯的头发 含蓄地说 以及我心中的你 很好 只有懂得贪婪的人 才配拥有我的奴役 接下来我将回应你所祈求的一起 任希默默地在任希的后背 标注了一个血色的印记 并轻声细语地说 从此以后 你就是我的人了 你能容忍你的女友穿成这样出门吗 房间里 任希正在独自欣赏自己健硕的身材 这应该是很多宅男的爱好吧 尼克斯突然来敲门 吓得任希一击灵 完了 草率了 才想起来门望了繁琐 精彩的画面被尼克斯一览无余 还能不能愉快地玩耍呀 原来是尼克斯送来一堆契约让五千 尼玛 又不是卖生气 搞这么一堆怪吓人的 任希随手打开一本看了一下 这内容怎么跟上次不一样 简直就是霸王条款了 感觉自己刚刚走出了狼窝 再次进入了虎穴呀 可能我的人生会更加堕落了 尼克斯就这样默默地看着任希 也许这也是他最后的倔强了吧 当任希再次转过头看过去的时候 尼克斯就这样睡着了 任希随即抱起了尼克斯 没办法 谁让自己已经是他的人了呢 不对呀 怎么感觉怀抱里的尼克斯这么轻呢 是不是所有女生都这样轻呀 毕竟这也是第一次干这活 任希轻轻地将她放在床上 不得不说 这姑娘心真大呀 幸好是遇到了我这样的正人君子 看着熟睡的尼克斯 甜美的睡姿 傲人的身材 正常人都难免会有一些想法吧 不行不行 有些事不能强行 不然起步也是七年以上吧 赶紧关灯走人 这个夜晚任希总算是做了一个甜美的梦 至于什么梦 懂得都懂吧 城里最近发生了很多怪事 听说和魔女有关 任希想去调查一下 或许能帮助尼克斯找回一些回忆的线索 尼克斯表示 如果跟自己族人有关 任希会很危险的 自己必须跟着一起去 任希虽然同意了 但是前提是尼克斯不可以穿成这样 这身装扮只能穿给自己看 这家伙也太自私了吧 我靠 大热天的穿成这样 我也是服了 也不怕给人家小姑娘捂坏了 尼克斯实在是受不了 摘下了口罩 任希示意他不要被人认出你的身份 尼克斯却不以为然的说 那就杀了他们了 难道他有暴力倾向吗 尼克斯连忙解释道 自己只是随口一说了 突然尼克斯停住了脚步 他的直觉告诉自己 有目标出现了 如果你发现自己多年同桌竟然会魔法 你会感觉惊讶吗 就在刚刚任希和尼克斯两人 来到了案发现场 果然不出所料 尼克斯明显感觉到有人使用过魔法 尼克斯递给任希一个眼镜 并表示所有的使用过的魔法都有迹可循 戴上他就可以看到一段时间的应手 虽然任希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但是看到的画面着实让人毛骨悚然 一个不明生物貌似正在吞噬着人类 尼克斯表示 现场虽然不是月影所为 但是附近也能感觉到月影的气息 看到沉思的任希 尼克斯调侃道 怎么 怕了吗胆小鬼 这画面第一次看都会有点惊讶吧 任希会出现在这里 让角落里的同学感觉到很诧异 特别是他身边这个女人 没想到和平几十年的目睹 还是被打破 其实恐怖的不是月影 还是XPL联盟 估计他们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这个联盟隶属于秩序会的最高战斗力 他们只负责猎杀月影 只不过他们不管人类的死活 只要他们战斗过的地方就会变成炼狱 如果不在他们赶来之前处死月影 恐怕目睹就会变成人间炼狱了 开启了逃离模式 在逃离的过程中 任希发现了同班同学艾琳娜 她怎么会出现这里 让她焦虑的是 艾琳娜不知是否注意到尼克斯了没有 当她回过神才发现 身边的尼克斯已经消失不见了 只见她出现在一旁的墙角 一脚下去墙面瞬间裂开 你是谁 昨晚就开始跟着我们 幸亏你没有表现出敌意 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白衣人自信的说道 我知道你杀我一如反掌 但是你不会杀我的 面对强悍的尼克斯 白衣人没有表现出任何畏惧 反而试图去摘尼克斯的口罩 看到白衣人对尼克斯动手动脚 哪个男人能受得了这点 任希上前就是一拳推开了白衣人的手 不要随便对别人的女人动手动脚 小心卸掉你的工具 让你无法传宗接代 说完 两人便扬长而去 尼克斯感受到白衣人身上的气息 并不是人类所拥有的 不是XPL也不是人类 到底会什么呢 这让尼克斯很疑惑 特别是那个白衣人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他让尼克斯千万不要尝试去寻找回忆 尼克斯表示 刚刚碰到的那个小姑娘 在她身上能感受到一股魔法的气息 不会吧 这可是自己的同学 她身上怎么会有魔法的气息呢 任希被魔女超强的魔法震撼到了 帅气的动作真是爱了 面对任希的质疑 尼克斯表示 自己可以肯定爱琳娜身上 有魔法的气息 虽然很弱 但确实存在 怎么偏偏会是她呢 她也算是全班对自己没有敌意的女生 所以任希决定去爱琳娜家里走 当两人来到她家里才得知 爱琳娜昨晚神奇的失踪了 任希询问尼克斯能不能帮忙找到她 示意她根据气味寻找一番 尼克斯听完后 怒斥着任希 你把我当成狗了吗 就在这时 爱琳娜的身影从人群中穿梭而过 速度极快 尼克斯见状大喝一声 追 爱琳娜似乎察觉到尼克斯他们追了管 当他们追过来时 爱琳娜已经不见了 地上却发现了她的围巾 通过对现场勘察 任希发现了打斗的痕迹 难道她已经 尼克斯表示 这痕迹明显是那个不明生物和月影留下的 并不是人类所谓 她感觉附近有一股强大的气息 而且爱琳娜还活着 因为另一个月影 在爱琳娜身上留下了糖果物印记 这个印记一般都是月影人为了追踪使用的 看来那个月影似乎在保护着爱琳娜 尼克斯和任希跟随气息来到了一片废墟 发现了一只长舌头怪物 尼克斯怒吼着 你这低贱的东西 赶紧放了它 这只怪物张开大嘴 露出了锋利的獠牙 爱琳娜现在的处境相当危险 这只怪物 似乎就是尼克斯梦里经常出现的那只怪物 尼克斯示意任希站到自己后面 自己要消灭这只怪物 紧接着它脱掉外套 全身散发着强大的魔法气息 伴随着红色的烟雾 由于接下来的画面多少有点血腥 尼克斯特意将帽子给任希扣上 都这时候了就不要撒狗粮了吧 只听见一声巨响 怪物被劈得细碎 绿色的液体四处飞溅 让任希没想到的是自己棒上的魔女 竟然这么强悍 是不是所有的魔女都要教呀 不过这种性格的魔女我喜欢 就在刚刚 任希把救下的爱琳娜直接带回了家中 索性的是没有受伤 尼克斯示意任希不要打扰爱琳娜 因为受到惊吓 先让她多睡一会儿 于是尼克斯转身准备去房间休息 还特别嘱咐任希不能趁人之危 由于刚刚过度使用了魔法 尼克斯此时的身体也相当疲惫 可是当她睡着后 那个怪物就会出现在自己的梦里 任希时刻守护在爱琳娜身边 也不知道她到底知道多少 让她又期待又焦虑 一个白发魔女也出现在爱琳娜的睡梦中 突然爱琳娜从梦中惊醒 神魂未定的她大口地喘着粗气 嘴里还喊着维洛尼亚 维洛尼亚是那个月影格的名字吗 任希猛然开口说话 吓得爱琳娜一声尖叫 让她疑惑的是自己怎么会在任希的家 应该没有对自己做什么吧 面对这个傻白甜 任希决定套路一下她 刚刚一个脸上有印记的小姐姐把你交给我们 爱琳娜惊恐地问道 对 她就是维洛尼亚 她没事吧 爱琳娜同学 你应该知道月影很危险吧 你怎么会和她在一起 不行我就通知秩序会的人 除掉那个月影吧 爱琳娜激动地说道 她不是坏人 而这几年里她一直都在保护着这个城市 任希表示 只要爱琳娜把所知道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就不会告诉秩序会的人 爱琳娜表示自己小的时候被怪物袭击过 多亏了维洛尼亚把自己救下 当时的维洛尼亚态度很傲娇 就下自己后冷冷地说了一句 臭小鬼还不快 任希心想这不是跟自己遇到的魔女一样吗 话说所有魔女都这么傲娇吗 由于维洛尼亚因为救自己受了伤 爱琳娜把她带回了家 维洛尼亚怕爱琳娜泄露自己的身份 几次威胁要杀了她 任希继续套路爱琳娜 她没有杀你 是不是让你签订什么契约了吗 爱琳娜表示虽然没有签订契约 只是答应过魔女 不会把她的事情泄露出去 爱琳娜哭诉着 魔女从来没有伤害过人类 就在自己晕倒的前一年 魔女还在跟虚灵战斗着 任希惊呼着 原来那个怪物就是虚灵吗 假如你暗恋的对象失忆了 你会对她做什么 其实虚灵就是古老邪神孕育的生物 它一直潜伏在人类的世界 蚕食人类 而月影为了保护人类世代与它为敌 所以为洛尼亚数年来 一直跟虚灵对抗 任希这才意识到 从小自己遇到的怪物就是虚灵 爱琳娜感到非常内疚 因为只有她知道任希没有说我 面对着各种欺凌 任希却显得非常的坚强 自己明明知道真相 却没有站出来为任希说句话 其实这也不能怪爱琳娜 如果爱琳娜选择替任希说话 那么就会成为下一个被欺负的对象 就算是爱琳娜说出了真相 她的维洛尼亚也会有危险 反过来说 任希也需要感谢爱琳娜 如果没有爱琳娜 自己根本不知道 困扰自己整个童年的怪物就是虚灵 现在的爱琳娜最想知道的 就是维洛尼亚的下落 紧接着爱琳娜失落地低下了头 她表示维洛尼亚一定是忘了回家的路 这让任希非常震惊 难道魔女也会失忆吗 爱琳娜说 刚开始还好 她只是忘记一些小事 后来发现 她每次与虚灵打斗过后 她的记忆就会急剧衰退 直到现在 她就连回家的路都忘记 每一次她找不到回家的路 都是爱琳娜接她回家的 直到有一次 爱琳娜接维洛尼亚回家 眼前的一幕把爱琳娜感动得一塌糊涂 当她打开维洛尼亚的房间时 满屋子都写着爱琳娜的名字 甚至她都忘记了是自己写的 因为她怕忘记自己重要的人 维洛尼亚哭诉着 回家的路什么的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爱琳娜自己真不想忘记 通过对爱琳娜这么一说 任希觉得魔女失忆这件事绝不是巧合 这时她想到了尼克斯 本来就忘记了从前的很多事 刚刚又战斗了 该不会 这个男主脸皮真是有点厚 半夜闯进少女的闺房 原因竟是要证实少女是否失忆了 为了寻找维洛尼亚 任希和爱琳娜又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正在睡梦中的尼克斯 被突然闯进的任希惊醒了 尼克斯还是本能地用被子挡住了自己的球体 此时的任希狼性发作 疯狂地扑了过去 话说 这种氛围之下谁能顶得住呢 尼克斯只是淡然地说道 你个小鬼 大半夜地跑到美女房间合适吗 尼克斯顺势凑到任希耳边 怎么 想对你的主人耍流氓吗 任希画风突变 表示自己只是想验证一下 尼克斯有没有失去记忆 紧接着任希一头扑倒在尼克斯的怀里 害怕尼克斯有一天会忘了自己 没看出来 任希也是个撩妹高手 后面的画面有点稍而不宜 已经替大家省掉了 此时的尼克斯 能记住的只是任希这个人 关于他们之间的很多美好瞬间 已经在他的记忆里消失了 种种迹象已经表明 属于他们的时间 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倒计时 如果想弄清关于魔女记忆的问题 也许只有通过找到维洛尼亚才能明白 为了寻找维洛尼亚 任希带着艾琳娜来到了一片树林 真别说 任希也算得上师的暖男 是要背着艾琳走 因为害怕尼克斯看到了会吃醋 艾琳娜表示自己可以走的 但顶不住任希满嘴跑火车的嘴 还是害羞地爬到任希的背上 突然艾琳娜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难道是维洛尼亚吗 因为维洛尼亚告诉过他 糖果无印记可以持续很多点 只要他还活着就一定会回到艾琳娜身边的 这是他对艾琳娜的承诺 可是带给他们的不是惊喜而是惊吓 此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确实叙利 面对巨大的怪物 任希勇敢地挡在艾琳娜前面 示意艾琳娜先走 这气场真是太帅了 艾琳娜被感动得不要不要了 房间里的尼克斯 对任希刚刚异常的举动 表示非常的困惑 是不是自己又忘了什么 才会导致他那样的激动 为了保护人类 维洛尼亚和须灵战斗了数百年 越影本就不该和人类有所羁绊 比起遗忘的悲伤 铭记才是最痛苦的事情 任希明白艾琳娜是因为自己才来到这里的 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她 面对强大的须灵 只能让艾琳娜先走 不然两人都会交代这里的 从任希和尼克斯签订契约那一刻起 任希就已经是尼克斯的人了 所以他 随时都可以使用尼克斯的星红幻想 只不过是简化版 过度使用会暴体而亡的 尼克斯的契约之力是相当强大的 不过以任希的体质是坚持不了多久 就在这时 蓄灵将能量转化为利刃 刺向了任希 千军一发之际艾琳娜扑向了任希 可是利刃来到艾琳娜面前嘎然而止了 似乎并不想伤她 任希则徒手接住利刃 手上的鲜血直流 此时的艾琳娜 能明显感觉自己身上的糖果物 印记不断地发出信号 因为任希坚信尼克斯会来救自己的 所以她也是使出了最后的极限 让艾琳娜表示疑惑的是 任希竟然会魔法 而且能力还不弱 在任希倒下的那一刻 清晰地看到了秩序会的人 不过一切都无能为力 此时的蓄灵显出了真身 竟然是维洛尼娜 原来她是被蓄灵腐蚀了灵魂 就算腐蚀得如此严重 她的最后一丝意识里还是艾琳娜 秩序会的枪口已经对准了维洛尼娜 她用最后的一丝意识 呼唤着艾琳娜 听到呼唤 艾琳娜拼命地想要保护维洛尼娜 却被秩序会强制性控制住 殊不知 月影在与蓄灵战斗的同时 自身的意识也在被反噬 一旦记忆全部消失就会变成蓄灵 一旦蓄灵化就不可挽回了 直到死亡记忆才会回来 让维洛尼娜感到最幸福的就是 和艾琳娜的相遇 当维洛尼娜自知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的时候 她唯一的希望就是 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在她身边的是艾琳娜 而她看到艾琳娜眼睛里全是任性 秩序会没有再给维洛尼娜时间了 艾琳娜不顾一切地朝维洛尼娜跑去 这也算是她得到的最后一丝安慰了吧 因为让她感觉艾琳娜更在乎她一点了 相对于遗忘的悲伤 铭记才是最痛苦的 因为人类本就不该和月影有所羁绊 所以 秩序会带走了艾琳娜关于月影的一切记忆 有时候越是想要守护的东西 越是容易失去 一个由真相牵引的未来 让我们明白珍惜眼前才是最重要的 受伤的任西被一个神秘人送回了家 害怕尼克斯误会 神秘人只好解释不是自己伤害的任西 并示意尼克斯跟她走 只有待在她身边才会安全 但是尼克斯想不起关于这个人的任何记忆 于是转身进屋将神秘人拒之门外 这场景看起来却有点似从相识 房间里 尼克斯正在精心地为任西疗伤 在她残缺的记忆里 似乎涌现了黄毛第一次变成小鸟的画面 看到任西醒来 母亲似乎想到了任西的父亲 因为任西所做的 正是在弥补父亲当年的女孩 任西醒来对尼克斯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关心爱琳娜有没有事 听这里尼克斯似乎有点失措 不过还是告诉她 爱琳娜没事 但维洛尼亚死了 这让任西有点难以置信 不知道是秩序会所为 还是蓄灵所为 经过维洛尼亚这些事 任西明白 无论如何都不可以让尼克斯受到伤害 想到这里 任西一把抱住了尼克斯 告诉她 希望尼克斯可以一辈子就在自己身边 醒来的爱琳娜 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总是感觉心里空荡荡的 却又想不起失去了什么 为了能够让尼克斯一直留在自己身边 任西只能请求尼克斯陪自己一起入学 因为有了尼克斯陪伴 任西的自信又回来了 就连气场也变得强大 学校的女生都称赞任西变帅了 喜欢欺负她的堂哥 也是非常疑惑 任西怎么感觉像是变了一个人呢 还有她身边的那个女生是谁 是谁给她的自信 竟然敢无视我 为了答谢尼克斯能够陪着自己来上学 任西亲自为她准备了一份礼物 并且嘱咐尼克斯 千万不要看不惯谁就随便使用魔法 因为只有这样她才会不失去尼克斯 开学第一天 学校都要举办一场舞会 所以任西送给尼克斯的礼物 就是她精心为尼克斯准备的礼物 穿上礼服的尼克斯是那么的完美无瑕 简直是公主般的存在 糟糕 这黄毛小子怎么也出现了 任西还没来得及登场 却被这黄毛小子接火 此时的任西心里绝对在想 你的黄毛小子 赶紧收回你的脏照 带着这么漂亮的女友去学校 一定要考虑好 还能不能带得回来 黄毛如愿以偿地握住了尼克斯的手 任西面对漂亮女生的邀请 似乎显得心不在焉 眼神时刻没有离开尼克斯 任西想借助跳舞的机会 多次靠近尼克斯都被黄毛有意地甩开了 任西对这群花痴女同学 不屑一顾 因为她心里只有尼克斯 就在这时 艾琳娜走了过来 想要邀请任西跳一支舞 趁着跳舞的机会 任西告诉艾琳娜 维洛尼亚已经死了 听到这里 艾琳娜莫名地流出了眼泪 任西同学 你如果不想和我跳舞就直说 为何说一些奇怪的东西 艾琳娜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终于等到舞会的最后环节 任西不想再错过了 于是非常绅士地邀请尼克斯共舞 真是天公不作美啊 就在此时吊灯突然断裂 情急之下 任西只好使出魔法 撑住了即将掉落的吊灯 一旁的尼克斯示意任西解开魔法 因为以人类的体质 是承受不了大面积魔法的 听到尼克斯说他自己要使出魔法 任西大叫一声不可以 因为尼克斯答应过任西 不可以在学校使用魔法的 在黄毛的协助下 终于搞定了吊灯的问题 原来这一切 都是任西那个心里扭曲的堂哥所为 因为他见不得任西过得比自己好 一点小插曲 似乎对大家的情绪没有一点影响 任西也希望和尼克斯跳完一支舞 尼克斯担心的是任西刚刚使用了魔法 体能还没恢复好 任西一把搂住了尼克斯的腰 想证明自己精力充沛 尼克斯含情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任西 这已经不是当初跪在地上求我的小男孩了 任西告诉尼克斯 虽然你已经忘了当初见面的时候 但是我不会再让你失去记忆了 尼克斯一脸羞红地将任西推开 你这区区奴仆尽敢对主人无礼 他自己深知在这样下去 自己也会控制不了自己的 任西再次伸手握住尼克斯的胳膊 那么主人 我们回家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小夕的母亲叫住了他 他有些话要对尼克斯说 很快到了午餐时间 其他人都在讨论中午去吃什么 只有尼克斯还在座位上发呆 他已经得知了小夕父亲 曾救过月影族人的事 不过他更在意的是小夕母亲的身体 因为魔法时效就快要过了 这时金毛推着一辆豪华餐车走向尼克斯 领得其他人一阵羡慕 可否与您共进午餐呢 尼克斯大人 还没等尼克斯开口说话 门口一群人却议论起来 这不是那个被诅咒的家伙的姐姐吗 尼克斯听后顿时瞪了过去 金毛的眼神也是一冷 直接把这群杀比学生吓跑了 尼克斯转头说道 你在人类世界混得不错呀 侯爵之子 金毛解释说 你也知道人类这种贪婪的生物 只要你给出合适的价格 别说是做侯爵之子 即便你想做侯爵之父都是可以的 只不过做侯爵之父的话 就不能来学校赔您了 多谢你的好意 不过我已经和别人有约了 卡喵 卡喵 这是他对我的爱称吗 尼克斯淡淡说道 怎么 我不可以这么叫你吗 金毛连忙点头答应 当然可以了 他还求之不得呢 这时小夕已经走到教室门口 见尼克斯和金毛在一起有说有笑 小夕的眼神顿时暗淡下来 他靠在门外想了想 最终还是没有走进教室 当你喜欢的女孩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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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之后尼克斯找了出来 说好一起吃午饭的可小西却一直没来 虽然金毛推来一车食物 但尼克斯一口都没吃 他现在都快饿死了 小西见状连忙道歉 同时也在心里暗下决心 即便身为人类 也要拥有可以站在他身边的资格 接下来的日子小西一直努力修炼 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人盯上了 男孩在父亲死后被母亲送去大伯家寄养 他努力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 好让妈妈放心养病 殊不知这个表面温和的大伯全家都是恶魔 大伯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让男孩笑 想要在我家待下去的话 就要像你那死去的父亲一样笑 男孩听话的笑了 还告诉母亲大伯对他特别好 每天都来逗他笑 晚上他被伯母扔进漆黑的仓库里 这里就是他睡觉的地方 为了不让母亲担心 他在信上写的是伯母总和他玩捉迷藏 然而噩梦远不止此 堂哥克里夫经常带一群小伙伴来陪他玩 没错 玩的就是他 他们嘲笑男孩是个灾心 说他是个被诅咒的人 那段时间他每天含泪给母亲写信 说自己在大伯家过得很好 然而今天他从小到大所承受的痛苦都将彻底爆发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克里夫 原本小西正在练习熟练掌控契约之力 但不知为何每次都控制不好施法的量 他总感觉那个咒印里蕴含着无尽能量 可每次吸收能量时自己仿佛也在被那能量吸收 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被瞬间抽干 尼克斯并没有告诉过他关于咒印的事 而金毛也选择闭口不谈 这时小西察觉到了虚灵的气息 接着虚灵化的克里夫走了出来 关于人类为何会变成虚灵的事 金毛只说了一句执念太深 随后立刻撒丫子跑路 果然是个不靠谱的家伙 但在金毛看来 如果小西连这种程度的虚灵都无法解决的话 那就没资格待在尼克斯身边 此时的克里夫长得像一只扑轮鹅子 乍一看还有点帅 小西还在想这祸到底经历了什么事 只见克里夫竟拿出一只幼鹅灯 金毛暗道一声糟糕 因为这东西能蛊惑人心 他会激起众数之人对施术者的仇恨 也就是说小西对克里夫的仇恨越大 就越容易迷失自我 此时小西已经彻底迷失在幻境之中 克里夫一家对他的羞辱早已成了他的心魔 如果不能放下仇恨 他将永远困在幻境中 当魔女被圣光刺穿的一刹那 男孩终于意识到了不对 冷静点 这些一定都是幻觉 虽然他守护尼克斯的意志很坚定 然而心中却一直有着无法抛开的执念 小西开始思考自己到底是被什么所迷惑 他回想起这些年的经历 唯一的执念就是克里夫一家对他的羞辱 是仇恨 想到这小西猛然惊醒 此时克里夫正想给小西做人工呼吸 然而下一秒小西的双眼突然睁开 克里夫吓得不停后退 他想不通小西为什么能从幼鹅灯中出来 对于这个问题 小西的回答是一个雷霆嘎巴 克里夫一脸难以置信 你的仇恨呢 你难道不恨我了吗 恨你 你还不够资格 在我想要保护的人面前 对你的恨意根本不值一提 此时金毛的脸上也露出笑意 这家伙终于战胜自己了 就在克里夫还在惊惧不已时 小西竟然松开了手 此时克里夫已经被那股力量逐渐吞噬 即便小西不出手 他也已经命不久已 这时克里夫又想起了神秘人的话 这力量可以让你毁灭你讨厌的一切 不过希望你能成功驾驭他 克里夫终于明白自己被骗了 然而现在为时已晚 他觉得自己还能再抢救一下 于是跪在地上请求小西的原谅 对于这种早已烂到骨子里的人 小西当然不会选择原谅 似乎是感受到了死亡的到来 克里夫希望小西能亲手杀了他 对于这个要求 小西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你不配 话音刚落 克里夫的身上开始冒出火焰 片刻之后克里夫彻底化为灰烬 就在这时 小西的心中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立刻意识到母亲出事了 一张看似普通的全家福 却是一位母亲临死前的幻想 即便尼克斯已经用尽全部法力 可小西终究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那天雨下得特别大 两人在墓碑前助力很久很久 其实他早就知道自己已病入膏肓 只是不想让小西知道 尼克斯曾告诉过他魔法并不能逆转死亡 可没想到分别的那天来得这么快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母亲是在最美好的幻想中走的 没有半点痛苦 而尼克斯唯一能做的 就是将他的遗愿留了下来 不久之后小西卖掉房子 将自己的后路斩断 当初家里在困难时 他都没想过卖掉这所父亲的遗物 可如今一切都过去了 已经无所谓了 他明白自己今后的人生将会是一条单行道 忙碌大半天 他们终于把行李搬进了新家 小西决定把行李整理好后再吃饭休息 不过尼克斯嫌麻烦想直接动用魔法 小西立马冲过来阻止 可尼克斯才不管那些 他饿了他就要 除非小西现在就去给他煮饭 然而小西还没来得及答应 就突然被脚下的绳子绊倒 他本能地看向脚下 手掌却下意识抓住了尼克斯的头发 尼克斯脚下一滑顿式不断后退 于是就发生了尴尬的一幕 小西见尼克斯一脸气呼呼的样子 连忙跟他道歉 不过尼克斯可不打算就这么原谅他 接着两人又开始问你追我赶 可尼克斯不仅没抓到小西 还把自己给摔倒了 小西这次可不敢跑了 连忙表示自己现在就去做饭 可尼克斯只是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 接着淡淡说道 如果你的头发也长一点 我就能抓到你了 好 如果你喜欢的话 本以为小西只是随口答应 可后来他真的留了一条辫子 还成为了学校里所有女生的男神 然而别人只知道他长得帅 却没人知道那条辫子 是留给他喜欢的人抓的 魔女黑丝诱惑强势来袭 任西朗狗本性暴露无疑 而这一切竟是因为一个禁欲系兄女 如今的小西已经是这座城市的守护者 每天晚上都和金毛外出猎杀蓄灵 因为人类居然甘愿当魔女的一条狗 你该不会是真喜欢上她了吧 对此小西的回答只有一个字 哇 白天她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走到哪都有一群妹子围着 可每当有人说魔女是丑陋又恐怖的怪物时 小西总是会反驳他们 不会啊 魔女明明很美的 魔女为了保护人类一直在与蓄灵厮杀 却被这群愚蠢的人类当成邪魔猎杀 对此小西不想过多解释 毕竟她还有重要的事要做 此时尼克斯正在学生会里和金毛抱怨 小西最近不知道在干嘛 整天神出鬼没的 尼克斯有些担心 自从母亲去世后小西就开始变了 而对于这是金毛只能装作不知道 要是他敢说出每晚都带小西去打蓄灵的话 尼克斯一定会当场宰了她 不过尼克斯已经发现了他们最近走得很近 你们该不会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金毛急忙白手否认 我们什么事也没有啊 哈哈 最好没有 尼克斯明显有些不幸 此时小西已经来到教堂门前 一位修女姐姐正在这里等她 为了帮尼克斯恢复记忆 她一直在研究如何修复海马体 因此特意约了修女姐姐带她去见一个人 这是一群乌鸦突然从修女头顶掠过 还好小西及时扶住了她 而这一幕恰巧被一只乌鸦看在眼里 此时尼克斯正在另一边猝意大法 臭小子 我就偷偷看你一次而已 就看到你和奇怪的女人去什么莫名其妙的地方 你这个骗子 这时小西他们已经抵达目的地 不过那位周先生刚巧不在家 回去路上小西想起了周先生写的那本书 那是他在图书馆无意中发现的 书中隐晦地描写了一个人类和月影的故事 而且按照书中的内容来看 周先生的月影成功找回了记忆 此时小西刚到家就发现情况不对 这黑丝长腿是怎么回事 回来了 尼克斯淡淡说道 你怎么穿成这样 怎么 你不是喜欢这种风格吗 这种禁欲系的大姐姐 小西有些尴尬 你这和禁欲系完全相反好吗 这么说 你果然是喜欢那个禁欲系修女了 尼克斯这次是真生气了 自从搬到这之后就一直有奇怪的人 高年级的学姐 花店的老板娘 甚至连隔壁的老奶奶都 再加上这次的修女让尼克斯越想越气 接着就怒气冲冲地拿出契约准备毁掉 尼克斯你在干什么 快住手 既然你已经不需要 我继续帮你母亲维持生命力了 那我也没必要留在这里了 你最初不就是为了这个才来求我的吗 反正我所有的记忆都会慢慢消失 我本来就 这时小西直接一个壁咚打断了她 那我就让你想起来 任性地擅自出现在我面前 现在又想擅自离开 我会让你想起来你一早就从我这里夺走的东西 事到如今 我是不会放你走的 这么说 你果然是喜欢那个境遇系修女了 既然你已经不需要我了 那我也没必要留在这里了 反正我所有的记忆都会慢慢消失 我会让你想起来你一早就从我这里夺走的东西 事到如今 我是不会放你走的 本以为这是男女主挑明心意的异己 可小西却突然停住了 原来是她闻到尼克斯身上有酒味 怪不得感觉她今天有点奇怪 话说这些酒是哪里来的 尼克斯说这是金毛送给她的良药 让她一个人的时候也不会寂寞 小西 你这几年每天都在忙什么呢 我好寂寞 说着就直接扑进小西怀里求安慰 这一下把小西弄得措手不及 就在她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尼克斯时 没想到尼克斯突然拿出一张魔宠契约让小西陪她玩 小西顿时一阵无语 原来尼克斯从来都没把她当做一个男人看待 甚至可能连人都不是 不过这个魔宠契约为什么要在床上玩 你想玩什么都可以 但是能不能先把鞋子脱掉啊 那好吧 尼克斯说完直接将高跟鞋丢到地上 然后嘴里缓缓吐出三个字 捡回来 小西无奈点头答应 这就是什么魔宠游戏吗 不过以后不能让你喝酒了 就在这时 尼克斯注意到了小西的后背 等一下 没等小西反应过来 尼克斯已经伸手抓了过去 下一秒小西直接被尼克斯按在床上 把衣服脱了 把衣服脱了 尼克斯你干什么 这姿势顿时让小西有些上午 心想她这又是在玩了什么游戏 这时尼克斯突然一脸认真的说 让我看看你的背 文言小西顿时一惊 接着直接拒绝了尼克斯的要求 尽管尼克斯再三强调这是主人的命名 但他说什么小西都不同意 你要是在挣扎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这时小西突然抓住尼克斯的手 顺势将尼克斯反压在身下 对不起 这次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 你的重音已经蔓延得很严重了 你以为 我真不知道你这几年在做什么吗 我其实根本不在乎那些肮脏东西的死活 但你和卡麦尔不一样 我答应过你母亲 要保佑你一生平安 毕竟他和你父亲都是曾救助过月饮的人 听到这小西有些失望 他更希望尼克斯说他需要她 或者说他会因为没有小西而寂寞 这时尼克斯突然将小西拉近 还有 还有什么呢 小西的心又开始蓬蓬乱跳 每次靠近尼克斯都能闻到一种甜味 就像他曾经吃过的甜点一样 还有就是我困了 睡觉 你今晚就留在这 哪里都不许去 不久之后小西满脸无奈地看着天花板 没想到尼克斯的酒品这么差 不过折腾一晚上总算有了点进展 同时小西也在心里暗暗发誓 即便只是以契约者的身份 也要一直陪在尼克斯身边 此时金毛还在家里通宵干游戏 不过你们别看他现在这副屌样 人家认真起来可是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这晚尼克斯做了个很奇怪的梦 虽然不知道面前的人是谁 但他却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 又是这个梦 似乎越来越清晰了 那是一个和尼克斯长相极为相似的女人 而尼克斯下意识认为她就是自己 你终于来了 尼克斯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这时尼克斯才明白原来面前的人并不是自己 突然女人身后出现一大群魔物 还没等尼克斯反应过来 女人的血液已经四处飞溅 无数魔物尖叫着争夺那位魔女的内核 而女人则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向后倒去 下一秒她的眼睛突然变得漆黑 转眼间就变成了一只恐怖的虚灵 这时尼克斯猛然惊醒 小西抱着她轻声安慰 又做那个噩梦了 这次的梦还记得多少 明明梦中的感觉如此清晰 可却什么都想不起了 好了 没事的 今天带你出去散散心 你这个小鬼 在小看我吗 没有没有 那你还要出去吗 要 小西淡淡一笑 这样子的尼克斯完全就像是个普通的少女一样 此时XKR的人正在商讨某个事件 那件事还是一点结果都没有吗 没有 这么多年始终没找到那股力量的来源 乌鸦这个混蛋 找个人找那么多年 要是被指引者截足先登就糟了 莫都最近接连有年轻女性失踪 但是光明会一直在隐瞒此事 去调查一下 光明会的老家伙和指引者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还有那个金毛 不知道躲哪里去了 我一定要逮到你 然后亲手杀掉 此时金毛正在酒吧刷朋友圈 突然 他看到了小西刚发的照片 标题竟然是跟女朋友约会的一天 再仔细一看 尼克斯好像正在做些奇怪的事 Oh my God 我的小妮妮 再来二十瓶 今晚老子买单 第二天小西再次来到周先生家里 本以为他能帮尼克斯恢复记忆 可没想到掉进了圈套 这个男人为了救活妻子 竟用少女躯体喂养邪恶之花 小西刚进门就注意到了院子里的花 并不是因为他们开得有多艳丽 而是因为她闻到了一股难以形容的腐臭味 更让她疑惑的是 莉莉丝是光明会的修女 可周先生早已被光明会驱逐 那莉莉丝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周先生家 带着一连串的疑问 小西终于见到了周先生 周先生见到小西一场惊喜 像啊 果然像 像什么 小西不明所以 只好微笑着打了个招呼 周先生接着说 莉莉丝已经和她提过 小西从虚灵手中将她救下来的事 果然 她连虚灵都知道 这时周先生让小西说说 为什么对月影感兴趣 小西心想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说 对方肯定也不会谈录什么 于是为了保护尼克斯 她用金毛编了个故事 虽然小西讲的生情并茂 可周先生听后却直接大笑 原来她不仅知道小西在骗她 更是认识小西的父亲 这是一个女人走进来送茶 小西立刻认出她就是书中那个月影 只见女人笑着将茶端到小西面前 接着小西的眼神开始变得空洞 周先生见催眠成功便开始下达指令 只要你能把她带来 我就能帮她恢复记忆 好 小西机械般的点头答应 周先生见计划成功也不装了 直接将那名人造月影一刀杀死 又是一个失败品 再去给我抓女人回来 为了救她 我没有选择了 魔女逛街时下起了雨 这时工地上传来一声惨叫 尼克斯下意识出手就吓了她 可当那工人抬头看时 却发现尼克斯的头上长着双脚 于是她嘴里大喊着怪物 快放我下来 尼克斯有些不悦 果然 除了任西之外的人类都不值得救 可她却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有这种想法 小西对我来说是什么呢 这时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该不会是在人类世界待久了 已经被他们同化了吧 尼克斯大人 终于见到您了 尼克斯看了眼那个奇怪的家伙 只觉得有种莫名的恶心感 神秘人指了指那个工人 这种不懂知恩图报的家伙真是讨厌 不如把他杀掉吧 工人吓得痛哭流涕 不断哀求他们放过自己 尼克斯提着他看了看 这时神秘人突然出手 工人转眼间化为血物 尼克斯有些失神 刚才那下攻击 我完全能挡住的吧 可是为什么 我又有什么义务要救一个人类两次 更让他想不通的事 为什么会想起小西的脸 难道我这些年真的已经被人类同化了吗 那原本的我又是什么样的呢 尼克斯看了眼地上的血 心想如果被小西知道了 会不开心的吧 尼克斯越想越觉得烦躁 浑身散发出恐怖的魔力波动 转头怒视神秘人 都是你这个家伙 我一天的好心情都被破坏了 神秘人连忙解释 尼克斯大人 我们可不是敌人啊 您真正的敌人正在赶来目睹的路上 没等神秘人说完 尼克斯直接用魔法轰了过去 嘖嘖 跑得还挺快 这时神秘人从远处冒了出来 刚刚的一幕太可怕了 要是再多待一秒钟肯定就会被杀掉 此时周先生还在家里做人体实验 匿名被改造成月影的少女正不断哀求的 周先生被吵得心烦意乱 对他来说这只是空有一副皮囊的失败品 接着愤怒的将那名少女当场杀死 为什么又失败了 我明明用了他们教我的办法 可恶 难道没有那个东西就真的不可以吗 想到这他立刻吩咐莉莉丝 在那失败品蓄灵化之前把她带到城里去 这样一定能把任希引出来 那么任希又该如何化解危机呢 这个修女被人催眠后 天天往城市里丢怪物 只不过今天的怪物似乎不太一样 这突如其来的攻击让莉莉丝大呼卧槽 此时小西正在楼顶看书 哦不对 是看尼克斯照片 突然 一只白猫跳上来说道 西区有点小动静 但我去查看时并未发现一样 知道了 但是请你把爪子拿开 白猫有些不爽地盯着小西 下一秒便恢复成了金毛的样子 对于每次都是她出去侦查 而小西却在这悠闲的写作业这件事非常不满 小西摆了白手表示自己可不想挂科 而且谁让你又会变身又会飞 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尖叫 两人立刻认真起来 下一秒瞬间消失在原地 此时莉莉丝已经被那蓄灵逼到角落 就在这时小西双手持人闪亮登场 一套连招行云流水 转眼就将那蓄灵斩成竖端 接着将刀收回袖口淡淡开口 喂 你没事吧 莉莉丝强坐镇定 心里却吃惊于目睹 现任守护者居然是个人类少年 不过一想到周先生交给她的任务 立刻转身跑开 并故意把书掉在了地上 小西捡起书连忙朝前喊去 然而莉莉丝早已没饮 金毛有些无语 小西双目无神 心里只想着带尼克斯去见周先生 下一秒小西猛然惊醒 瞬间明白周先生对他动了手脚 只是没想到莉莉丝竟然也是帮凶 为了弄清周先生的目的 他决定先回老房子调查一下 此时尼克斯已经告诉金毛 XKL的人即将到来 金毛一听到XKL瞬间吓尿 要是被那家伙抓到就死定了 想到这他立刻拉着尼克斯准备跑路 尼克斯有些犹豫 我们跑路的话小西怎么办 金毛表示任西是人类 XKL的人不会拿他怎么样 尼克斯沉默了 所以他会丢下小西吗 在这片名为沃勒格区的大陆上 有一个名为XKL军团的强大组织 他们是唯一能够抗衡魔女的武装力量 其下属光明会负责维护整片大陆的秩序 光明学士以研究月影为己任 目的是把月影从这个世界上清除 十二神学士乃是光明学士的领袖 他们被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群体 看到这里小西才知道 原来他父亲竟曾是光明学士 横跃历568年 任初因为对未知世界的憧憬 拜入光明神学士罗蒙德门下学习 从而揭示了师兄周璞玉 或许因为他们二人是光明会中少数的东方面口 周璞玉平时对任初极为照顾 而任初在研究中发现 月影并非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邪恶 却也因此被罗蒙德逐出师门 可即便如此 任初依然没有放弃对月影的研究 直到后来遇到了小西的母亲 此刻的任初终于决定放弃 对另一个世界的追求 全心全意地陪伴在妻子身边 在小西出生前夕 任初决定将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全都送给周璞玉 从而彻底断绝对月影的念想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在那天见到了真正的月影 周璞玉亲眼目睹他们为救小女孩跟一个怪物战斗 此刻他终于明白任初当年说的没错 月影真的和人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为了减轻周璞玉的负担 任初决定将那位男性月影带回自己家照顾 只可惜那位月影伤好之后 还是没能逃过XPL的猎杀 而这也成了小西父母医生的遗憾 父亲曾救过月影 而他也遇到了妮可思 或许这些都不是什么巧合 不久之后 周璞玉和那位女性月影洗劫连累 如今已经过去19年了 小西想起上次见到的那位月影 看起来确实不是处在失忆状态 难道周先生真的有办法让月影的虚灵化逆转 或者保持月影的记忆吗 更令他在意的则是父亲的研究内容 不过联想起周先生将他催眠的事 小西立刻明白若是想要维持月影的记忆 或许需要牺牲另一个月影 既然如此 小西绝对不会让尼克斯受到半点伤害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金毛变成尼克斯的样子去试探一下 虽然有些危险 不过他和金毛本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而已 而金毛在看到小西的来电后直接将手机捏碎 尼克斯有些疑惑 为什么不接小西的电话 金毛表示非我足类其心必忆 他已经和小西玩够了这种国家家的游戏 但尼克斯却说他还没玩够 小西可是我忠实的奴仆 签了契约的呢 金毛立即表示 这月影只见终究不会产生什么羁绊 有的只是无尽的悲凉罢 跟我走吧 只有我才可以给你永恒 但尼克斯表示他完全可以处理掉这只XK小队 所以根本没必要离开 金毛则一脸担忧地牵起他的手 我们已经不能再失去你了 尼克斯 你该不会对他 他只是我的奴仆 虽然嘴上这样说 但心里却有种微妙的变化 如果我不走会怎么样 那我将会为您奋战致死 刘 则我死 走 众人皆生 此时小西正独自前往周先生家 而等待他的则是人造月影大军 听说有很多人想看魔女 今天他来了 花园里 碧枝手掌破土而出 紧接着涌现出无数傀儡 男人一脸阴险 他要让这些失败品全部涌入城中 让那些迂腐的光明会血债血偿 也让那些安逸的人类知道 这个世界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莉莉丝有些担忧地看着他 希望他们做的这一切不是徒劳 这时周先生陷入了回忆 神秘人曾告诫他别人尼克斯 但周先生无论如何都想得到魔女内核 为了复活亡期 他决定违抗神秘人的命名 此时小夕已经明白 周先生之前都是骗他的 眼看这些人造月影就要冲进城里 小夕立刻跳下来拦截 傀儡们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纷纷倒地消散 为了守护尼克斯 他绝对不能让这些傀儡进城 从现在开始 小夕将对越界者格杀勿论 这时周先生的声音传来 没想到小夕这么快就能从催眠中出来 小夕脸色阴沉 质问周先生为何要牺牲这些无辜少女 但在周先生看来 这些都是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 小夕已经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妻子 但讽刺的是 他妻子生前一直在守护人类 而他现在却在杀人 周先生哈哈一笑 没想到会被小夕说叫 不过他马上反问小夕 如果有一天你守护的人类要对尼克斯出手 你又会做出什么选择 人类的本性就是如此 贪婪 自私 善变 以及所谓的爱 周先生很期待小夕为了爱会做何选择 小夕沉默了 或许自己也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们 周先生表示那些石骨不化的人类 只会活在别人编织的真理假象中 他们不配跟月影共存 他想和小夕联手肃清目睹 创造一个只供奉月影的天堂 可在小夕看来 他只是在自欺欺人罢了 做这一切只会徒增悲剧 小夕不要像这些傀儡一样待在囚笼里 他要给尼克斯一个自由的世界 而且一旦这些傀儡闯进目睹 可是会打扰到尼克斯睡觉的 周先生听后直接发起攻击 下一秒小夕的身影瞬间消失 没想到周先生也能虚灵化 联想起克里夫的遭遇 这个城市背后果然存在更黑暗的东西 见小夕轻松就将触手斩断 周先生却并不惊慌 因为他的人造月影都能虚灵化 一下面对这么多虚灵确实有些头疼 小夕背后周应显现 将契约之力开到最大 这种时候他还真的有点想念卡妙 此时XKL小队已经来到城外 金毛和尼克斯也刚刚抵达 小队长见到金毛很是意外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欺诈师 这可是他们队长找了好久的小甜甜 尼克斯好像明白了什么 金毛立刻让他打住 他还想和对方辩解一下 不过他和XKL老大的事 似乎以人境界之了 这时尼克斯打断了他们 现在退出暮都便饶你们不死 对方立即表示 难得活捉你的处死 尼克斯心想这是看不起他吗 这时金毛挡在尼克斯面前 准备率先出手 另一边小夕已经陷入苦战 背上的契约突然一阵刺痛 魁蕾们趁机一拥而上 瞬间把小夕绑成十字架 此时虚空中踏出一只脚 接着神秘人走了出来 原来他的目标一直都是小夕 这个世上有一群名为指引者的人 他们认为人类最终的归宿 便是效忠于月影神 而那永不缺失的血月 正是月影神的象征 他们坚信终有一天 自己也会成为月影 并且将指引人类找到真理 小夕听完他这套理论 只觉得这个组织很是中二 此时周先生已经明白 所谓用魔女内核来复活 他妻子都是假的 神秘人只是想让他引出小夕 这些年来 他们不断在目睹制造虚灵 目的就是为了试炼小夕 只可惜小夕的契约 咒印对他的腐蚀也在加速 若是不及时处理 他们就失去了试炼的意义 神秘人画风一转 提起尼克斯和XKL小队的战斗 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能力 使用过度失去记忆呢 虽然他们也不想看到女王失忆 但相比之下小夕要重要得多 此时小夕有些担心尼克斯 虽然有金毛在 但他之前说过男性月影的能力很弱 就连小夕这个契约者的能力 都比普通男性月影强 小夕现在更希望金毛 已经把尼克斯带走 有金毛在身边的话 或许尼克斯也会觉得安心吧 这时他又想起了尼克斯的话 他从始至终都是孤单一人 小夕猛然惊醒 他必须要赶回尼克斯身边 此时周先生复活妻子的信念 已然崩塌 随之彻底陷入癫狂 神秘人刚察觉到危险 下一秒就被周先生秒杀 而他手中那颗被腐蚀的魔女 那颗也被周先生夺走 虽然无法用来复活妻子 但却能让他实力大增 这时小夕趁机挣脱束缚 浑身散发出恐怖的气息 周先生暗自心惊 没想到小夕的力量恐怖如斯 下一秒小夕的身形瞬间消失 周先生左部右盼就是找不到他 此时小夕淡淡一笑 白白了您累 他可不想在这浪费时间 周先生气得咬牙切齿 随即将魔女内核吸收进去 下一秒他的触手疯狂生长 竟然拥有了操控自然的力量 小夕立刻想起了金毛的话 遇到能操控自然力量的蓄灵 一定要第一时间逃跑 不过周先生已经将整片区域封死 一个没有退路的人 又该如何杀出重围呢 好了 关于月影人防御的安全提示 就说到这儿 老师行了吧 现在哪里有月影人 什么月影 不就是魔女吗 这不听说是真的吗 隔壁市都责了好多人了 天员 人过来人过来 喂 爸爸听 耳叔给我捡起来 我跟你说坏的 还当自己太急 你这个 恶死自己老爸的扫把心 认识怎么走 你放学就走 本节又是去打工吧 你家里以前那么年轻 这些传说中邪恶的魔女 我更愿意你这些好事的人类 怎么又是你 自从你来了店里 就没好事发生 你还是走吧 又是这样 难道 我真的是个跟祖宙的在下 我 当是个人 你了 窗外的雨 你 你的力气 每个志气 将出赞爱你的 记忆 真心 我 我 我 你 你说我了吗 你 你 我 是吧 一只眼 是 我 我 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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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天 是 我 我 我 是谁 是谁 我 我 的表情 下雨了 你卻陪我 不去 走 是受伤了吗 你 你没事吧 你说什么 我能介绍的痴情 我的泪落在心底 却会陆起 好平 你想要吃的 这个给你吃吧 那 我先走了 这不然 怎么可能 小心 行火了 妈 再继续一下就都没愿了 那我还是算了吧 我们家 没那么多钱 妈 你没事吧 你看 你没事吧姐 有肉脑卡 这为什么不行是呀 谁能帮忙叫一下救护车 拜托 抱抱吗 算了 骗子都这么迷了吗 这是吃饭的 谁能帮忙叫一下救护车 拜托 抱抱吗 是吧 算了 骗子都这么迷了吗 想不想穿着转 这只要你妈的 人类 人类这种声音 我怎么回家 这只怎么应该就是眼睛 是 算了算了 我看看 救救你 救救我的母亲 你不是我女猫 救救你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你可知 是我们玄的后果吗 救救你 救救我的母亲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好 我答应你的任务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谢谢你 今天救了我吧 嗯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那我晚上只能先送 啊 难道你让我留下山 就此行 这 你没有意见吧 记得要拿个圣草的枕头 的被子来 好 好的 我 这舒服 有大悠然 还有 好玩的 没有 有大悠然 还有 好玩的 没有 有大悠然 我拿过来 是什么 是因为 小后的态度能量吗 我还 谁 是谁 到底是 谁 你看什么 我 你干什么 我是来叫你吃饺饭的 然后 是 是 那个 你 我说你呀 怎么办 对不起 水滴到你了 我只给你拿毛巾 我只给你拿毛巾 谁 是 谁 是 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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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选择的历历 你先下去吧 有什么 有什么 它到底是什么 母亲她来的休息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是 你是愿意吗 为什么会梁国都啊 你还怕吗 没什么好怕的啊 只是据我所知 愿意啊 已经至少十几年 没有来到莫多了 我记得 我记得吗 总觉得有什么 没有完成 却想不起来 怎么样 有想起什么吗 在人类时会 遇到太危险 你想找你的单纯的地方 你怎么了 人类 你是否记得 那天所发生的 重要的事 重要的事 难道 是那个脱筹起来的 不好 像模拟学的后果 也该不会忘了 知道 那就把这个契约签了吧 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 做我的 小 努力 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 做我的 小 努力 这个我不能接受 除此之外的代价 我会补得 我该去给母亲拿药了 你没有权利拒绝 我 你如果 我喜欢 怎么 我 还要过比特情 我把女婆气 我宠气 我可以随着一条行吗 我不要 我不要 想不来玩后可不乖啊 你知道吗 人类的欲望无论好坏 从过至今 都是身不尽体的 而愿意 是可以满足人类的心 既然我实现了你的愿望 那好 你就一定要和月宜 亲力气约住你很好 怎么 你难道不想可能 给她看懂吗 你不是什么都忘了吗 这种事情 我当然是记得 每个只情像如此 爱你的 哲愿 哲愿 去哪儿呢 跟我狼狼 我狼狼 别动 又是他们 少爷 行 来了个更多的地方 早安啊 小夕 你又来干什么 哎呀 不要说是这么老大嘛 毕竟全家还愿意找你玩的 就只有我了 亲爱的弟弟 如果又是为了房子来的话 就请你们回去吧 我对那种东西还没有兴趣 我更没有兴趣 可是你啊 是你委屈的样子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这个人类很疼 换生回来 刚刚的奇悦虽然是骗他的 但是和我是什么 完全想不起来 没空 没什么事的话 就请你回去吧 啊 真是无情的弟弟啊 婶婶呢 既然你没空 那我就去找婶婶吧 算了 不能让他去打招母亲 说吧 又想玩什么 星盘旗 那去陪你玩一下吧 那么 来吧 让我看看 你输到抽气的样子吧 来吧 让我看看 你输到抽气的样子吧 七公 六四 七公 养二军 好像很有趣的样子 可是全被小小虾挡住了 居然还养了鸸鸟 不关你的事 还是四平八卖 这样下去对我保护 只有那卢 看着像是兔鸟 只要我让他注意到 来打个赌吧 什么 火山来了 如果你赢了 今年都不会来打赌 并承担下婶婶今年的所有用力 再给点情绪 那我输了呢 那就把房戏奉上呗 看来在你眼里 你母亲的命还不如这房子 我让他紧张吧 小人心 这种幼稚的地调 还是别用了吧 表现得还不错呢 哦 真是抱歉 那小西输了 就不用任何惩罚 赢了的话 当然也不会消灭成功 只是你得保证这一年 无刻的无意义 就是这个 再多一点 再多委屈一点 爸爸 爸爸你在哪里 好好的人 怎么就这么突然的去呢 听说感觉见到孩子 你也有用客气 灾心 啊 你只要胜利吧 不要紧这些 不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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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敢把我的玩具玩坏 你就杀了你 该你的 就是这样 你继续颤抖了 只要他不管无形 赢了 只要把无形解决掉 就你的空子 是陷阱 现在 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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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野生 陷小子 害怕是装的 只要限制你统一的发展 下几次心转 就一定能把你拿下 不可能 结束 人类 想要我帮忙的话 求求我 你算计我 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了 许晓 我只是顺劲 许在露出那种表情 你 继续分析啊 分析啊 许晓 在做你 干什么 那我先不听我 不在手约定了吗 你 用什么够 我才没有被诅证 我 是不是 哎呀呀 一幅丧家犬的牧场呢 你 你哪里是的 他们 他们都被我定住了 啊 问问你被压制看不起 人类 想要我帮忙的话 求求我 哦 我还不是喝的 你可是个小男子汉 可是真是 真是 你想和我自己的力量 我和这个枪 我和这个枪 我和什么 啊 现在 你可以滚了吗 幸亏了 是不是我的故事不好 这是我的心口能力 他和小杰 你心中所想 怎样说着不要 身体还是很老实的用了吗 小家和 怎么样 使用魔法的感觉好吗 我自己比我心 是不是小时候 遇到过什么 我的衣服呢 难道你要我一整天 披着这个吗 没有 告诉我真实 你们没事吧 木鸡 是他之前救了你 帮助了我们 刚才也 谢谢你 啊 去手指了 小家会救我的 你们没事就好 到底是什么 必须快点回复机 那个孩子 是月远吧 那个 他 我说坏了 他也是个好孩子 我的衣服呢 怎么了 我的衣服不见了 是我帮你拿着醒啊 难道你要我一整天 披着这个吗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不嫌弃的话 衣帽间里有 这件事再不合适 你快去换一件吧 多年也是这 那是我先生以前的衣服 应该不太合身吧 来 这边 我带你鞋 意外 你找我 你找我 你 还是试这个 真好看了 就是花上的鞋 再换这条试试 小心 怎么样 好看吗 怎么样 好看吗 尼克斯以后就会留在家里了 从今天起 他就是你的姐姐了 要好好相处哦 他才不是姐姐 小孩子 还是有点真心 暂时就留下来 帮我一起照顾下他吧 可还没有 哈 这件事 是 他 所以 我 这件事 是 我 我 信任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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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母亲 她不仅一点也会排斥 好像 还挺喜欢你故事 哎 你们有见过这个人吗 对不起 总是不能往回好这个家 除了你的房子 我什么都没有生住 母亲的身体 也越来越长 家里最近来了一位魔女 她救了母亲 还帮了我 虽然传闻中的魔女 都非常的邪恶又危险 但是 她似乎并不是那样的 也许 也只是因为她失忆了 才会这样吧 她现在无家可贵 我想 如果父亲您还在的话 一定也会让她留下来吧 小丝 着凉了 是谁在领悟我 或许 可以进入尼克斯 来调查清楚当年的事情 父亲 你放心 我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 是我不好母亲的 我将会因你所祈求的一切 从此之后 你就是我的人了 夫人怎么忽然叹气 小西小时候 遇到过一些东西 也是因为那件事 我先生才出了事故去世 小家伙果然 那天晚上 跟今晚一样 黑得十分诡异 那之后 小西就变得极度 我后面去黑了 就算太模糊 对我唱糊润糊润 我到底是经验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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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口 住口 我终于是恐惧这些东西了 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 但你却不懂 你对一切都软弱与怠惰 难道怀疑你是否爱过我 真的爱过我 为你在夜中逃借口 还准备选择 回家吧 我先给你尽略吧 好 为什么 你是呼吸的空间 人类是凭心意 是保护不了任何东西 如果不够贪的 是守不住你想要的东西 告诉我你更多的渴望 我先保护你情 说我将不爱你情 爱情只会让人变欲 很好 我将会因你尽其求的一切 从此之后 你就是我的人 我将会因你尽其求的一切都软弱与怀疑 我身杀 该不会离开的 我在你身体中的渴望 我在你身体中的渴望 我终于找到你了 城里头竟一直有关事发生 我想去调查一下 听说是和某里里有关 回去 可是万一被人发现 如果真的和我怎样有关 你是应付不来人 好吧 喂 你小家伙 真的有必要穿成这样吗 当然了 你就稍微忍一下吧 小家伙放松点 要 要有危险你是 不说 你带上它 我 虽然我尽其中心准备 但是这个画面 这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实在 吞噬人类 这根本不是日益 吞噬人类 像素的魔法神 怎么 怕了吗 以后全装了就好了 我 我 我 小 神星 他 他怎么会在这里啊 在他身边的是 谁啊 一直戴着口罩不舒服吧 我帮你摘下来吧 别碰他 哦 哎 想不到 某多十几年的和平 还是被打破了 月影真的这么恐怖吗 恐怖的不只是月影本身 相信XKL 月影新增长的路上 XKL 恐怕莫多 都怪这些该死的月影 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 太默默了 老师 对 爱琳娜 我到底是情人还是朋友 刚才 尼克斯被看到了吗 应该已经离得很远了 抱歉 尼克斯呢 我终于睡觉 从昨晚开始的跟着 黑鸭 没想到 早就被发现了 如果不是你 没表现出第一 你早就先吃一去试吃 不过 多想你应该不会少 你对这次大人 你到底是谁 一直戴着口罩不舒服吧 我帮你摘下来 别碰他 这是你弟弟吗 真是可爱 你才是弟弟 对啊 是弟弟 不要叫我弟弟 你认识他吗 他是人类吗 不是 尽管他很努力地隐藏自己的气息 难道是 XKL 不 似乎也不是 罗娜去试图找的 你绝对不要 对嘛 刚才碰到你的小姑娘 我对她伸手 感觉都能不能带得起来 怎么会 小家伙 站我后面 我又不是小孩子 你太爱人了 罗娜从来不会越不归宿 清查先生 你们一定要救救他呀 你有办法找到他吗 找着好气味 我要是知道他在哪的话 用得找你带我来他家吗 当我是狗吗 不能就不能吗 凶什么 艾琳娜 追 艾琳娜 助理 好像有人跟我打动过 难道他已经被 是那个魔法生物 和另一个月 另一个月 放心 你同学还活着 真的 那一个月 在他身上 留下了糖果无人机 那一个月 似乎在保护着女孩 在那边 这就是那个怪物 你这个第一件的东西 放开 你这个人的 你这个人的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这个人 我看你了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小小伙子 正好你 我又不这小孩子 你和你心动 从来 爱你 好厉害 瞬间就制服了 他已经声了震声 嘿嘿 小家伙 刚才看到怪物 是不是很害怕啊 才没有 明明就有 没有 就 没有 不准靠近艾琳娜 维洛尼亚 维洛尼亚 是那个月影的名字吗 谁 任西同学 我在做梦吧 怎么会是任西同学 一个脸上有皱印的大姐姐 把你交给我的 她是叫维洛尼亚吗 对 是维洛尼亚 她没事吧 那个大姐姐是月影吧 不 派琳娜同学应该知道的吧 月影可是很危险的哦 我是不是该去告诉 这些会呢 你不要去 我从还没伤害过人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你别哭笑了 而且 这几年里 她一直都在保护着 这座城市 我女才保护不动 像我还小的时候 从今被惯了行击过 那个时候 若果尼亚其实出现 救了我 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喂 我小伙 还不快 从那天开始 我的身边 就多了一个月 我又年 虽然一开始很凶 但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我女人 都是这帮交的吗 我女人 为了救我 是我生 我就把她带到爸爸给我带的六斤修子 臭行 知道你滚了吗 多过其事 喂小鬼 既然你都看不到我了 那我只能杀了你 我 我是你才救了我 现在要杀了我 那你不就白色上了 但是维洛尼亚真的从来没有伤害过我 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类 我遇到之前 她都还在跟虚灵战斗着 虚灵 就是那个怪物吗 虚灵 你可能成熟 你是古老的鲜神 你可能成熟 你可能成熟 在迷你世界 你可能成熟 你可能成熟 你愿意 适当地 这是你 我又年儿一直在 按照默默的守护着物品 你虚灵对抗着 这么说 我小时候遇到 是熟灵吗 是 是的 维洛尼亚有跟你说 她去哪里了吗 可能已经忘了回家的路吧 你个魔女 也失忆了 嗯 对出的景点 还好 只是偶尔 我忘记一些小事 又没什么印象了 我还发现 每次的熟灵站都跑了 视频都会更加严重 还在记 维洛尼亚 我们回家吧 可遇心动 从来都没有理由 不必缘扰的借口 不放映着 我做的 你 师姨 这个绝对不是巧合 艾琳娜 你再休息一下吧 我去给你倒杯水 神西同学 尼克斯塔 本来就忘记了自己以前的事 又刚刚战斗过 该不会 失忆 这个绝对不是巧合 艾琳娜 你再休息一下吧 我去给你倒杯水 神西同学 尼克斯塔 本来就忘记了自己以前的事 又刚刚战斗过 该不会 那个时候 那些时候 谁 尼克斯 他该不会 已经不记得我了吧 放手 已经 出小鬼 大温又闯进生日的房间里 我 他还记得我 怎么 那时候 你牵着我的手 小艾琳娜 他 他还记得静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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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半夜发什么发 还要房间里又还要好的 尼克斯 你告诉我 我们之间的事 你还记得多少 你告诉我 海曼 那时候 是跟你跟你一起 求我救你的母亲 可是 他也只是 没有忘记我而已 你已经忘了 我们初次的相遇了 其实我们之间的情愿 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之前 其实已经有种种迹象了 我早就该想到的 原来 我们的世界 从一开始 就已经在倒数了 只要找到维洛尼亚 就一定能弄清楚 关于我你建议的事 阿里纳 你能带我去找维洛尼亚吗 哦 拜托你了 要不要一起吧 喂 维洛尼亚 他好像要出来了 是吗 是吗 我不行 我出来了 这是光神运气 可以持续视频 如果我还能活着 一定会来找你 你还走得动吗 不好意思 你刚醒过来 就要你跑那么远的路 上来吧 不 不用了 我没事的 就快到了 上来 怎么感觉有点烫 说起来 那个印记 真的能让维洛尼亚找到你吗 这 我们到了 就是那边 维洛尼亚 糟糕 我写 怎么还有一只心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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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能让他受伤 我想办法拖住他 你赶紧跑 可惜 不要想脱离 维洛尼亚 也要脱离我 哈哈 就不 温柔 你 我 慢慢 走 再见 再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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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呢 别 别 尼克斯捐给了这小骨骑的支离 我分开口 是否是 你 保留 小巫师的心理不惯心 我这么疲惫 不够 杰仙 不要过来 啊 啊 你怎么又回来了 不是让你走吗 我不能回来 拼凑 那时候你 撑着我的手 约定来一场世界巡游 啊 那时候 小心 让你尝尝 等风走之后 你就是我的人 真正 小心 我已经赋予了你细渊之力 以后 你就可以使用我的心弹分享了 虽然这是讲话本的 但是你要记住 你现在的你来说 使用这个话 会死的哦 真抱歉 此路不通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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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一个就由我来 其余 尼克斯捐给了这小伙企业之力 想到是人心不幻想 会这么疲惫 足够 原心 不要过来 啊 是和你 他为什么 对 你呢 不要 一起 帮你 未来 拼凑 那时候你牵着我的手 再变来一场世界 运游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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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的朋友 你和你以后 你学很开也能享受 啊 你和你一个人 把被保留 绝对记得你的笑容 要完全送去意证 虽然很不同的这个讨厌 不过 也不能让他见到 就 你可思 我的女王 才这么想去 就快到极限了 不过你真是 连西卡宽 在尼克斯查理到之前 是谁 xkl 怎么 是他们 朱熹 麻烦了 任西同学 你没事吧 任西同学 想不到你被腐蚀的这么年轻 还能把你 为了 你牵着我的手 约定来一场世界巡游 爱 爱 爱 我有你啊 我要 不准过来 他会杀了你们的 我 你 不疑 不要 放开我 我不疑你啊 我 不疑你啊 我不疑你啊 他已经被反射了 不疑你啊 月影和须灵对kung似 真受虚灵状 月影一旦丧失了全部情 就会变成虚灵状 虚灵状 直至死 记忆状 他已经被反射了 月影和虚灵对方了 真受虚灵状 月影一旦丧失了全部情 就会变成虚灵 虚灵状 直至死 记忆状 你会变成虚灵状 还是得你一致 就在前面的车 那些发柔的回忆 随便只躲在黑暗中 你的身体 静静的开始发生变化 但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我在你的身上 可是 为什么是他 我一遇看你 为什么是他 蛤 啊 走 是 杀了你 我快 你 往后 一种很温柔一个人慢慢走 在街道的下午光都应该 我会将你所有的原理 从来都没有理由 总比纷扰的借口 不过你就想说在你我身后 已保留 我可怜族 只有一个 是他的心 心一生的成熟 哎哎哎别误我别误了 若不是我干的 现在 我就把你亲爱的 她是谁 尼克斯 跟我在想的 只有待在我的身边 才是最安全的 哎呀 果然还是这样 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一次 不会再让你走掉了 你说分开也能享受 如果一个人把背包了 却在记得一个小 你看你看我会变身了 一种很温柔 一个人慢慢走 再见 哎那没事吧 你自己的想念不好 还有心情在心底里 我会变身 我会变身 只是你 文洛尼亚 不过你 就想说在你我 怎么会 你 都怪我 如果不是我要去找文洛尼亚的话 到最后 还是什么都 但是只有你 我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他们找到 尼克斯 我希望你能一直留在我身边 寸步不离 小姐 不过你 正常说在你 无法的狗 一 原来你不想的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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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 我想 你 失去了什么 什么东西 没有遗憾的事 只是 我 洛尼亚 死了 可否 借您的尸体一用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啊 那天做的那个决定 在未来 正前 发展到那样的地狱 上来的天 那个是神兴啊 我怎么感觉好像怪那个人 他身边那个的女的是谁啊 你说那是神兴的姐姐 青年转来高等步的吗 哎 你别说 他都曾经一起排体配的 那不是你出等步的扫把星弟弟吗 怎么好像开始受欢迎了 他去世的老爸 似乎是被你们敲骨除名了吧 给我闭嘴 给我闭嘴 人心的姐姐 我怎么怎么办都不掉了 那你试试 你就这么紧张他吗 打算怎么办 来 来 去跟哥哥谈个招呼吧 好 哥哥好 我叫人心 你这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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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来 他为什么会和人心在一起 尼克斯 送给你道 什么东西真实 为了答谢你们愿意来和我一起上去 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约定 绝对不要在学校里使用魔法 千万不要因为看谁不顺眼 就 是 那就 我会见 尼克斯 嗯 这下 这下 下面 有请下一对行星入场 我 我们曾经的 以沐小图 原先整个严克斯 以及我们最近的 卖尔斯的 卖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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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他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多边的表情 豐厚多时了 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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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 这 这是 dragged 你是不是 人叔叔的娘 有些的情节 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 神奇 只能用我这一个歌口 让您只有我勉强接纳了你这个财心 是用我 你带你我安静你的手里 你不忍者 神奇风雪 我能告诉你 挑战我们 我 你想干嘛 你 你还真是就是很心吗 我 难道 你们一点都不好看 两个过程 如果你想说你自然会说 我想说 我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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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爱的你来的哦 来 多多多多 爱你闹 我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吗 对不起 一直没机会去告诉你 我若你啊 可能你已经死了 是 我重新 我常 会的 学习同学 有时候不想跟我跳舞 可以直说 为什么要说一件奇怪的事 为什么 我真是她 爱你闹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她 我们回家吧 我们 还是把舞跳完吧 但是 没事的 只要能跟你共舞一句的话 学习 再来一下 天不想什么就不行 没带着你我 哈哈哈哈 已经忘了吧 初次见面的时候 不过没关系 我不会再让你失去记忆了 失去女朋友 你居然有主人无礼 那么主人 我们回家吧 不知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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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恨吗 嫉妒吗 啊 失爱吗 没事 可是 光凭你这样 可不行啊 对方可是魔女啊 你需要一点小小的帮助 我 伤来的天气 小心 不可以 你已经忘了吧 初次见面的时候 去之由不 这次 我会让你推开喽 天呐 我在想什么 为什么 你怎么那么 我暗静的窗里 我远接受的痴迹 我正在给你准备午餐变刀 你 你怎么穿成这样 我先去车练了你以后 你先去把衣服给我穿好 我吃脚了 它不会是我的 小姿啊 夫妍 阿姨有些话想要跟你说 原来小西的风气 也怎么都会运行 怪不得之前会感觉到 迷迷的气息 谢谢 谁想这样过 什么呢 是好姐姐的公子啊 为什么不能命 可不 与您共进免免免 你所思大 是你自己的姐姐 不就是初中不仪 都被堵住的家伙的姐姐吗 你们要熟悉 你在人类世纪 都是混得很不错 侯爵之子 你也知道的 人类这种贪婪的生物 只要你愿意给出 合适的家 即便是你来做他们的父亲 都是可以 只不过 做侯爵之父的话 就不能来学校陪您了 多谢你的好意 不顾未经和别人 卡喵 卡喵 你也不想看见 他怎么在这 不可以真交你们 可以 可以 多谢你的好意 不顾未经和别人有缘 卡喵 他怎么在这 我可以真交你们 说吧 目的 你接听明克斯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吗 我想想 对了 我呀 是来找未婚妻的哦 我呢 就是来带他回去的 什么 是真的吗 这东西 当然是假的的 你看你那个样子 你 不过 你该不会觉得 自己是第一个遇到尼克斯的人类吧 小西弟弟 别用那么恶心的称呼叫我 是的哦 我才是尼克斯的第一个 早在跟你相遇之前 我们就认识了 尼克斯一直在人物社会流浪 接触过的人 那肯定不只会的功夫 遇到其他人 也是很合情的命 他对尼克斯的过去记得多少 尼克斯的样子记得多少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他 终于 终于再次让我找回了尼克斯大人 哈利路亚 也太不夸了吧你 这么说你不是月影 也是人类 不是月影啊 只是用一些尼克斯的法力耳机 不对 都是骗你的啦 就像什么 不 我的能力跟你这个契约者可不能 契约者 没错 你可是因为尼克斯最强契约的人类 你应该已经知道 维洛宁死亡了 你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你 这 那时候一直是沃罗尼亚在守护沐洞 现在沃罗尼亚 沃罗尼亚 看他你明白了 这个城市 现在集许一个新的守护者 啊 可是我 一直如此弱想 什么都保护不了 你 真的假的 这假的 真有动作吗 那么你 契约者 愿意成为这个城市新的守护者 守护目督吗 我愿意 不过 这将会更紧性了吧 很好啊 契约者 你也许 只有你的契约生 给你 一个人 哎 还是控制不好每次事法的量吗 那个昼夜 从感觉里面有着无尽的能量 到每次我吸收里面的能量时 感觉我的能量也被他吸收着 仿佛 会被瞬间抽干 神兴 这个情福的家伙 为什么和谁都会变得如此亲密 我的把你俩都是不祥的 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妈 你就那么喜欢你这个严重地点 他早就会提出家族了 别输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笑 哈哈哈哈哈哈 好烦啊 好烦啊 小个小 好烦啊 啊柯里夫哥哥 小 你牵着我的手 不许再笑了 那时候手心比我刚好 风风柔柔柔柔 你陪着足够 我 时间是个小偷 五行到做你我之间的所有 你 在快死了 柯里夫 怎么会是柯里夫 他为什么会变成心灵 他明明是人类啊 薛家伙 人命可真实 不过 你们俩兄弟的事 博客过程三个 我还是个不靠谱的家伙 那两个家伙怎么回事 最近一方学究不进了 回家的时候是 那一家伙 还没回来吗 夫人 我回来了 夫人 夫人 小四 哦 克里夫 你们俩兄弟的事 我可不想三合 喂 果然是个不靠谱的家伙 一种 温柔 个人慢慢走 背叛 业主 他在我经历着 一月 如果你的真正 是 你 自己 不是 你不 我 我 成为 我 情 我 他会记起重重 你最深 让我们的 最近我们的 最深 和你 小 问候 还不要一起 把那未来拼凑 那时候你牵着我 没事的妈妈 我再带我家闻乖乖的 哈哈哈哈 以后 想要在我家里喝一下就说 哎呀 嗯 没错就是这样 像我父亲一样 妈妈 大夫对我特别好 每天都会来动我笑 你今晚就在里面 OK 妈妈你总是会来 和我玩中文场 这不是不想吃的 克里夫哥 你总是会打很多小伙伴来陪我玩 妈妈您放心 我在大伯家每天都过得很好 您在医院里面也要好好养病 不是吧 从小到大 我承受的痛苦 被瘦 羞辱 我是不是遭遇你 克里夫 我要叫你超级往上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忍心啊忍心 我让你 哭啊 啊 老师 我 为什么 从小到大 我承受的痛苦 悲伤 羞辱 为什么总有你 克里夫 我要叫你超级往上 哎呀 完全丢失失业了呀 小心啊 接着 不该被仇恨蒙蔽了说一遍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你少了 绝望吧 我的好力 受烦将摧毁你所有美好的幻想 让你永远 永远困在我的幻境中 困定你就是答案 再讨不掉了 哈哈哈哈 相信自己的疾绝 我愿远不会累 然而你心中 愿意这一遍 好好的 不 只说 我说过 我不想躲 我没有这么做 想不停也偏要爱 我努力爱 我明白 你可恥 不对 不可能的 这些 冷静点 冷静点 这些一定都是幻觉 我一定是被什么迷惑的 等你的依然 是什么呢 一定有什么被我忽略的 等 是你 不是 是 仇恨 你 为什么能够从幼额当中出来 不可能 你 你的仇恨呢 你难道不恨我了吗 你 还不够资格 你在仇恨呢 你难道不恨我了吗 你 还不够资格 什么 你居然说我没资格 在我想要保护的东西面前 对你的仇恨 太渺小了 根本不准一提 哦 这家伙终于战胜自己了 是 是 你 克里夫 你最好冷静点 再这样下去啊 先是去自我的人 会是你哦 这 什么 你已经被这个力量反噬了 这个人 这个力量 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 不过 希望你们成为成功 相信自己的知觉 不要 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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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狠狠 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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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看了 我说 我 不想死啊 我非要这么做 我 想不停也偏要爱 神不离爱 神明明白 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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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鞋 不 不 别走 不 不 是鞋 就别了 克里夫 就别了 克里夫 这种不祥的预感是 回家 我要马上回家 夫人 坚持住 小 小夕 小夕他 马上就回来了 坚持住啊夫人 珍惜 再不回来的话 就没有时间了 现在我已在我人前 在想爱 只能忘记回忆 可以 好了好了 别聊了 笑一个 终于 就见面了 亲爱的 是啊 虽然 不想这么早见面的 对不起 我们已经穿过好信息 往而一直受到穿过的脸是我 对不起 没关系 放心吧 留他在小夕身边 一定有问题 他也是个善良的孩子 对不起 对不起 那时 那个时候 我们都没有保护好他 不放心不下 小夕已经跟那个时候的我们都不一样了 已经完全能独当的面了 放心吧 小夕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大人 只是 我们都无法亲眼看到 他成了成了 夫人 你会看到的 现在 你在我眼前 你发现我了 我相爱 他们 是时候了 亲爱的 回来接你吧 刻意不用再一个人哭泣了 地址以来 辛苦你了 我不怕谁嘲笑我几段 老公 我相信 夫人 你会看到的 啊 是魔法妖怪 看来 是时候了 亲爱的 回来接你了 刻意不用再一个人哭泣了 一直以来 辛苦你了 老公 你很想 终于可以分 现在 你在我眼前 我 小心 夫人 他 如果我错了也 承担 认定你就是答案 我不怕谁嘲笑我 我应该告诉过你 我应该告诉过你 魔法并不拥有准准 相信自己的疾绝 光顺的人不回来 他不想爱你 也只能爱你 我只能 他实在那样的混音 我说过 我不想躲 我非要这么做 将不停也偏要爱 除了好剩下的事之后 我会把房子卖掉 跟我走吧 没有别的路能走 决定要不要陪我 将不停也爱 让我感觉爱 等你的依赖 哎呀 好不容易今年过年多一个人 想着可以热闹一点了 家里却已经没有那么大的烟花 可以放了 哦 我打工的时候买了一点仙女棒 虽然有点简陋 等吃完饭之后 我带你们出去放吧 哎呀 小七找大了 越来越可靠了呢 还记得以前 每次过年 爸爸都会到我们一起放烟花 哇 爸爸 为什么过年要放烟花啊 相传 在远古时期 有一些怪物 用轻入的东方 祖先的 就发挥了火调 与怪物的对待 成功地取杆走了那些怪物 于是 我们便有了在洗净的节日里 放烟花轻入的情况 尽管后来 人类的居住地变小 东西放了一块 但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 过年时候放烟花的轻入 一定会很重要 当然 很尊重 那也是你要注意安全用 小七 爱想你 我不舍 这是我的魔法银花 啊 你们会在里面 还能特别被期待的话 可以吗 用这个你没问题吗 这种小玩意儿没关系的 不过画面 这种人反正自己才能看到就是 什么 来给你们 每人两个 哇 别跳路 走 决定要不要陪我 将不恋爱 向我换解爱 用你的依赖 七万一多 对你偏爱 还剩一个吗 谢谢你 你可死 什么 他那次看到什么 怎么这么可以 你别 你别过来 太师太郎 怎么可以这样 我先从小就教导我 又活一个绅士 不请 神奇 你有理智 理智 月银 一种拥有未知强大力量的生物 人类称其为魔女 数百年间 因为人类对其力量的恐惧 一直持续着对魔女的猎杀 可无知的人类并不知道 真正邪恶的产物虚灵 却在暗中滋生 那些被人类猎杀的魔女 一直与虚灵对抗着 只是 如今的目都却被一个人类守护着 深爱德里安学院内 任希经过几年的魔力 已经从青涩的男孩 蜕变得成熟稳重 但凡是任希经过的地方 都会引来不少学妹搭讪 与此同时 尼克斯向卡喵抱怨着 任希这几天 总是神出鬼没的 卡喵一脸尴尬 敷衍着表示自己不知道 尼克斯却不相信这套说辞 这两个家伙 肯定瞒着自己干了什么坏事 卡喵满头大汗 要是被尼克斯知道任希干的事情 自己就死定了 自从任希父母和克里夫去世后 任希性格就变了很多 虽然他无法原谅克里夫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但是又骗克里夫 变成虚灵的幕后黑手 同样无法挠数 这几年里 任希一直在暗中 维护着城市的和平 因为月影会在战斗中 逐渐失去记忆 完全失去记忆后 就会被反噬为虚灵 任希不允许尼克斯 再使用魔力 他想让尼克斯 陪在他身边寸步不离 只要是能和尼克斯在一起 身为人类的他 甘愿做魔女的一条狗 想到这里 卡喵禁不住一身冷汗 如果这些事情 被尼克斯知道 一定会宰了他 面对尼克斯质疑的目光 卡喵冷汗直流 嘴上却不得不否认着 没有没有 我们什么也没干 怎么 喜欢这种风格的 等魔女也可以满足你 基督教堂里 任希找到了光明会修女 他此次前来 是为了找到 逆转虚灵化的办法 任希曾无意 在一本书上看到 一鸣月影成功 恢复记忆的案例 书中 作者Dr.周的爱人 也是月影 不知Dr.周用了什么办法 使爱人找回了 丢失的记忆 逆转了虚灵化 任希抱着书激动不已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尼克斯 就可以永远留在自己身边了 先生怎么会生活在这种地方 任希看着周边 一样的环境问道 先生自从那件事情 就被迫见到城外生活 那些顽固不化的 修女话还没说完 一只乌鸦狠狠撞了过来 任希用手连忙扶住了修女 与此同时 尼克斯正坐在椅子上 生着闷气 他只是变身乌鸦 偷偷看了任希一次 就逮到他和其他女生 去奇怪的地方 完全不知情的任希 还在和修女 探讨着Dr.周的事情 先生今日似乎不在家 我改日再来拜访 任希心里满是失落 这样好的机会可惜了 但就在任希转身离开之时 一个摄像头悄悄地对准了他 此刻的任希还不知道 尼克斯已经生气了 等他兴致冲冲地回到家中 招呼还没打完 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了 这性感的小黑丝 这一套成熟的玉姐打扮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魔女姐姐吗 你 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听到任希的话 尼克斯更生气了 怎么 你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格吗 这种 静玉系的大姐姐 任希心里一万只草泥马疯狂奔腾 这次都套上了 这是静玉系吗 这纯纯是引诱青少年 套圈好吧 看到任希不说话 尼克斯的小醋坛子彻底打翻了 这么说 你更喜欢那个修女了 这么说 你更喜欢那个修女了 任希这才意识到 那只小乌鸦是尼克斯变的 可还不等任希解释缘由 尼克斯突然拿出了契约 现在你也不需要 我继续维持你母亲的生命力了 如果你不能履行契约 那我就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 听问尼克斯的话 任希瞬间紧张了起来 他知道尼克斯是误会了 自己从未想过背叛 如果可以由心到身 他只想属于尼克斯一个人 反正所有事情的记忆 都会慢慢消失 我本来就会 不等尼克斯把话说完 任希霸道的栖身而上 扇子出现在我面前 又想扇子离开 事到如今我是不会放你走了 就在两人即将擦出火花时 任希却不争气的停了下来 闻到尼克斯满嘴的酒味 任希尴尬的棒卸住 怪不得今天模拟姐姐会那么open 原来是喝酒了 但是喝这么多就太过分了呀 还不等任希生气发问 尼克斯突然伸手抱住了任希 小夕 你这几年都在忙些什么 我好寂寞啊 暧昧的气氛 逐渐在两人身边弥漫 气温好像也变得更高了 尼克斯 我其实想 尼克斯不顾任希无语的目光 煞有其事的拿出魔宠契约 所以你要陪我玩啊 面对模拟姐姐这么光的一幕 任希表示不能忍了 这不是挑战了男人的尊严吗 所以 你能不能把高跟鞋脱了在我啊 那 捡回来 捡回来 任希心里禁不住一阵失落 可能在他眼里 自己从来都不算一个男人 甚至 可能连人都不是 虽然心里万般无语 但任希还是宠溺的顺着尼克斯 这是什么魔宠游戏吗 不过 以后不能让你再喝酒了 任希还在一旁叨叨个不停 完全没注意到 尼克斯的目光变得阴沉了起来 尼克斯一把将任希推倒在床 居高临下的看着他 把衣服脱了 让我看看你的背 听到尼克斯的话 任希瞬间慌了 他的背上有七月印记 随着这几年 魔力使用次数越来越多 印记也越来越明显 不行 这是命令 不行就是不行 没有不行 你要是在挣扎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这次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 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 这几年你和卡喵偷偷在做些什么吗 我其实根本不在乎那些肝脏东西的死活 你和卡喵不一样 我答应了你永迁 保佑你平安度过一生 这是这些吗 还有吗 任希禁不住失落了起来 仅仅是因为这些吗 说你需要我 说你因为没有我 不寂寞呀 还有就是我困了 你今晚就留在这里 哪里也不许去 我要回自己的房间 不行 不听话的小鬼 没有选择权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就在两人斗嘴中 尼克斯沉沉的睡了过去 这种甜味弥漫的感觉 让尼克斯深深眷恋着 他以为是自己吃的糕点 殊不知这种甜味 是曾经自己和任希的仓促一吻 第二天一早 任希发现后 被皱印的刺痛消失了 他看着怀中紧搂的尼克斯 嘴角止不住上扬了起来 即便是以契约者的身份 我也想站在他身边 只要他需要 只要我还活着 尼克斯躺在任希身边 沉沉的睡了过去 梦里 尼克斯再次看到了那个女人 等女人转过身 尼克斯却惊到了 这女人竟然和尼克斯 长得一模一样 他 是我 女人慢慢靠近尼克斯 伸出手温柔的 抚摸着尼克斯的脸庞 而在女人身后 无数只怪物组成的庞然大物 不断发出求救声 求求你 救救我 杀我吧 怨灵的声音围绕在尼克斯耳边 不等尼克斯反应 一道血线刷的染红了尼克斯的双眼 女人嘴里吐着鲜血 她的心脏被怪物硬生生的用手抛开 终于让我得到了 怨引魔女的内核 怪物刺耳的声音让尼克斯猛然惊醒 他伸出手想要触碰女人 可女人的瞳孔 却突然变成黑色 一只巨大的虚灵从女人身体里爆发而出 尼克斯猛然惊醒 他害怕的蜷缩在任兮的怀里 任兮小心翼翼的询问着梦境内容 尼克斯却猛然呆住了 梦里的情景如此清晰 可现在却完全想不起来 好了 没事的 今天带你出去散散心 你这个小鬼在想看我吗 没有没有 那你 还要出去吗 当然要了 任兮在心里偷笑 这样的魔女姐姐 完全像一个可爱的普通少女 她真的好喜欢 与此同时 沉重又严肃的会议桌前 聚集了一堆SKL高层 他们讨论着 近几年出现在目睹强大力量的神秘人 究竟是谁 这么多年 这股力量的主人 始终没有找到 戴着乌鸦面具的女人会报道 目睹这几年 接连有年轻女性失踪 但都被光明会隐瞒了下来 黑发男人 手持黄服命令道 立马派人调查 另外 那个小子还没有找到吗 我一定要逮到他 然后亲手杀掉 被惦记的某人 此时正坐在天堂聚集地 跟一群朋友吐嗨 本来卡喵还在抱怨 这两天没有见到 尼克斯和任希 突然就看到了一条 特别熟悉的朋友圈 题目是和女朋友约会的一天 富途任希和尼克斯的亲密合照 任希对着镜头摆着夜的首饰 母女姐姐则在后面换着衣服 看到这 卡喵大吼一句 Oh my God心碎了一地 好横的要了20瓶啤酒 并表示今晚全场消费 卡公子买单 尼克斯换好了衣服 盛装打扮 准备出门逛街 你答应我了 今天要陪我玩一整天的 遵命 我的尼克斯大人 今天的目标 是找到那个甜甜的味道 听到尼克斯的话 任希放屑了 这个甜味是什么鬼 莫多街道上 任希和尼克斯穿着 富四情侣装的衣服 走在一起 尼克斯满嘴 塞着不同味道的甜品 任希则当移动购物车 你看那个男生 好像是他男朋友 好帅好中犬的样子 讨论羡慕呀 街道上不断传来 路人纷纷讨论的声音 让人吸红了小脸 尼克斯却充耳不闻 头也不抬地吃着手中的甜点 也不是这个味道啊 来 我不吃了 赏你的 你到底 在找什么样的味道 我记不太清了 但是 和这些千篇一律的甜食不一样 有一种软软的触感 好像还湿湿滑滑的 人吸听着尼克斯的话陷入了沉思 在签订契约的那个时候 人吸确实不小心亲到尼克斯 可尼克斯身为月女 她的记忆也在慢慢消失着 两个人的回忆总是不断累积又消失 如此往复为人绝望 真是麻烦 吃了这么多 一个像样的都没有 尼克斯还在抱怨着甜品的味道 而人吸又思考了起来 如果真的能让尼克斯诡议起来的话 如果尼克斯不会推开我的话 尼克斯 也许你要找的东西 就在我这里 人吸用手抚摸着尼克斯的肩膀 他闭上眼睛 享受着这个美妙的时刻 就在两人即将亲吻到对方时 两位客人 请来品尝小店的特制冰淇淋呀 任吸生气的棒卸助 这是第几次了 这个漫画完结了 我还能亲到挪你姐姐吗 对不起对不起 打扰到两位了 不嫌弃的话来我们电坐一下呀 我给两位免单 面对店员的盛情相邀 魔女姐姐毫无抵抗力的立马答应 坐在店里 对着美味的冰淇淋大块朵移 真的好好吃呀 老板也太厉害了 傍晚时分 任吸和尼克斯肩并肩 躲在目督街道上 享受着久违的放松时光 果然 爱吃甜食的魔女姐姐 才是最可爱的 与此同时 Dr.Joe站在二楼偷着锅里 注视着庭院里盛开的紫色花朵 花朵开得娇艳欲低 花蕊中隐隐约约能看到一副人脸 Dr.Joe走到电脑桌前 注视着相册中的人 嘴里不断念叨着 这个孩子 今天会来的吧 任吸带着魔女姐姐逛完街后 转身就找到了卡喵 任吸向卡喵询问着尼克斯梦境的事情 他希望能从卡喵身上找出来一些线索 帮助尼克斯恢复记忆 尼克斯说他在梦境里 只愿意和我在一起 面对卡喵不正经的回答 任吸无语助 他早该想到 这个不正经的家伙 说不出来什么好话 为了使尼克斯找个记忆 任吸还是选择前去拜访Dr.Joe 看到丽丽丝修女 任吸惊到了 这里不是教堂 丽丽丝修女怎么会在这里 修女似乎早就意识到了 任吸会前来拜访 带着任吸就向院内走去 院子里盛开的妖野紫花 释放出刺鼻的味道 让任吸忍不住捏紧的鼻子 还一路跟在修女后面 楼梯上一幅巨大的月影画像挂在中央 先生 人带到了 修女如普通一般 像Dr.Joe会抱着 像 果然像啊 Dr.Joe看到 任吸激动的说着 任吸不尽更加疑惑了 自己像谁呢 这个Dr.Joe 虽然很了解月影 可她身上疑点重重 就像谜团一样 任吸禁不住 起了防备心理 既然对彼此都没有信任 那么不如一桩到底 于是任吸便开始了自己的影帝表演 我是为了找回一个人 我的一名挚友 曾经是月影 她因为一次战斗身负重伤 我便救了她 她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 于是便将一部分月影的能力赐予了我 可是我却发现她一天天的在失去记忆 丧失理智 甚至连行为都变得怪异 直到有一天她失踪了 我想把她找回来 所以才找到了你 Dr.Joe听到任吸的动情表演后 哈哈大笑了起来 想不到任出先生的孩子这么会讲故事啊 任吸瞬间紧张了起来 她竟然认识我的父亲 难不成Dr.Joe是自己父亲的救时吗 想到这里 任吸放下了心理防备 她举起书本 向Dr.Joe询问着逆转虚灵化的办法 Dr.Joe看着眼前自己著作的书籍 微微叹了口气 她带着蛊惑的语气 向任吸说道 办法自然是有的 前提是你要说实话呀 就在任吸思考 要不要将尼克斯的事情说出去时 一名女人端着茶水推开了房门 看到女人的脸 任吸呆住了 这个女人 就是楼梯画上了那名月影 女人笑容亲切地 将茶水递给任吸 任吸看着眼前的茶水 好像着了名一样 把她带来 把她带来 任吸的脑子里 此刻就只剩下这个想法 只要你能把那名月影带来 我就可以帮她恢复记忆 任吸就如丢了魂一般 乖乖地听着Dr.Joe的吩咐 在人吸前脚 刚走出书房大门 Dr.Joe便手持手速刀 刷了一下 向女人脖颈砍去 博士 现在目督全程戒严 我们大量地捕抓年轻女性 已经引起了SPL的注意 窗外 稀稀淋淋的小雨 仍下得不停 紫色的花朵 被雨水冲刷得更加摇野了 一层层紫色的雾气 从花朵里泥漫出来 她们向上努力生长着 一个个女人的躯体 从地下破土而出 目督已经发生了 多起年轻女子失踪事件 大家人心惶惶 可是凶手却迟迟未被抓到 因为没有人会想到 这起绑架案的元凶 竟然是一直守护这个国家 与月影对抗的光明会羞女 昏暗的实验室内 充斥着女人的求救声 Dr.Joe看着眼前 躺在手术台上的女人 一脸失望 女人不断发出求救的声音 泪流满面地祈求着 Dr.Joe放过她 过躁的声音 并没有使Dr.Joe心软 她拿出紫色液体 狠狠地注射进女人的体内 为什么 为什么又失败了 难道没有月影魔女的内核 真的不行吗 就在Dr.Joe抱头懊悔时 与月影对抗的声音 那个守护目督的家伙 今晚没有出来吗 没有 在得到修女 肯定回复后 Dr.Joe便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那个家伙 应该没有感知到你的存在 在这个女人 虚灵化之前 把她带到城里去 一定可以将她引出来 看着莉莉丝远去的背景 Dr.Joe在心里默默祈祷着 莉莉丝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毕竟 在催眠一个光明会修女 可不容易呢 与此同时 被惦记的仁希 正坐在房顶上 写着作业 一张照片 加在作业本中 引起了仁希的注意 翻开后 竟然是魔女姐姐的照片 就在仁希对着照片 看得正如神时 一只小猫爪突然出现 凭什么每次都是我去侦查 你在这边悠闲地写作业 仁希双手一攤 无奈表示 我可不想挂科 而且你又会变身 又会飞 我可不会 卡喵趁人息不注意 蹭了一下拿起书中的照片 边看边脸红表示道 尼克斯大人可真漂亮啊 还给我 仁希不甘示弱地抢回照片 两个如同小孩子要躺一般 对着魔女姐姐的照片 争抢了起来 目睹小巷里 莉莉丝修女将女人的尸体 拖了出来 就在修女转身离开之时 死去的女人 突然虚灵化 她伸出触手想要杀掉修女 一声惨叫 响彻了目睹的夜晚 仁希一个跳跃 消失在了原地 眨眼便来到了想象 她拿出匕首 利落干脆地斩断虚灵触手 另一把匕首 向虚灵狠狠置了过去 虚灵挣扎了几下 便彻底没了动静 修女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了 目睹现任的守护者 竟然是个人类 这个消息 一定要告诉博士才行 就在修女转身离开时 一本书籍恰巧掉落了出来 而书本的著作者 赫然写着Dr.周 任希从Dr.周家里离开后 被催眠的眼睛 瞬间恢复了亲命 被催眠了吗 是Dr.周的能力吗 Dr.周为什么要见尼克斯 而莉莉斯 作为光明会的修女 目睹的守护者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一个个谜团 使任希破防了 这种被人操控的感觉 真是糟糕透了 既然Dr.周认识我父亲 那么家中 说不定会有留下来的线索 就在任希前往家中的同时 卡喵和尼克斯正坐在椅子上 谈论着最近目睹发生的事情 卡喵 有一对SKL正在前往目睹 听到SKL卡喵瞬间愣住了 SKL来了 那个疯狂的变态追来了吗 卡喵以每秒千里 充次的速度跑了回家 拿着LV的行李包 迅速打包好行李 好了 我们走吧 走 去哪 当然是跑路了 那小溪呢 任希只是个人类 SKL不会拿它怎么样 听着卡喵的话 尼克斯沉默了起来 与此同时 任希也在一个箱子中 发现了记载Dr.周和父亲往事的笔记 同时也记载了SKL和光明慧的由来 SKL全称为未知生物 叠杀联盟 SKL的人可以将月亮的力量 转化为魔法储存起来 有的SKL甚至比月影还要强大 而光明慧隶属于SKL 是世界上唯一能和月影抗衡的武装力量 光明慧的人以研究月影为责任 目的是为了让月影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根除 任希的爸爸和Dr.周曾经是光明慧的一员 可在多年的研究中 任希的爸爸发现月影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种邪恶 因为理念不同 任希的爸爸遭到了光明慧的驱逐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任希爸爸亲眼目睹了月影 为救小女孩生负重伤的画面 于是他便将男性月影带回了家 而女性则交给了Dr.周照看 日记中只记录到了这里 和经过任希推算 不出意外的话 Dr.周应该早已和那名女性 月影结婚了 而距离当年的事情 到现在已经19年了 任希不禁更加疑惑了 已经过了这么久 难道那名月影没有失忆吗 还是Dr.周真的有逆转虚灵化的办法 那么Dr.周遵连自己 想见尼克斯目的又是什么呢 任希看完父亲留下的笔记后 就立马拨通了卡喵的电话 卡喵作为一个变身系月影 如果可以伪装成尼克斯的样子 去找Dr.周 那么一定可以搞清楚背后的目的 另一边 卡喵拿起电话看到了任希来电 下一秒手机便被捏了个粉碎 可是任希的电话 为什么不接 她终究只是一个人类而已 我已经陪她玩够了过家家的游戏了 啊 可是我还没玩够 她可是我忠实的名仆啊 人类和月影中就是不一样子 不会产生什么羁绊 有的只是无性的悲凉吧 尼克斯大人 跟我走吧 只有我能可以给你永恒 一只SK小飞而已 我完全可以把他们全部处理掉 为什么要离开 不可以 你不可以再过度使用魔力 我不能再失去你一次了 尼克斯看着卡喵默不作声 他不明白卡喵为何如此害怕失去自己 你该不会对他有心 他只是我的奴童 尼克斯赶忙打断了卡喵 可只有尼克斯明白 心里那些莫名的悸动 莫名的情绪终究是因为人息变化的 他们两个早已不只是契约关系那么简单的了 如果我不走会怎么样 那我会为您奋战致死 留则我为你奋战到底 走则众人皆生 尼克斯看着卡喵缓缓蹲了下来 嘴上毫不留情的说着 你一个动气能力能干点啥 卡喵仰头痛哭 难道我就看起来这么不靠谱吗 另一边的人息被挂断电话后异常无语 卡喵这个家伙一到关键时刻就溜了 真是不靠谱 那么既然卡喵靠不住 Dr.周那里只能自己去了 只不过这一次看起来会有点辛苦啊 光阴流逝于花枝消散 枯骨之鱼鱼月夜盛开 新的赌注不过是一次新的绽放 伴随着一阵魔人的言语 一个个虚灵从紫色花朵中破土而出 Dr.周莉在花海中喃喃自语道 你们这些失败品都不是他 既然如此 那就发挥你们最后的作用吧 全部涌入城内 不要让那些迂腐的人类和光明会血债血偿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想象中的美好 月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人息此时正蹲在树上望着眼前的画面 那些月影都是由人类而变的 目睹女性失踪案的凶手 竟然是Dr.周和光明会修女莉莉丝 人息拿起手中的匕首 刷了一下砍向了跑在最前面的虚灵 这些虚灵已经是尸体了 伤口处流出的并不是鲜血 而是一朵朵紫色花瓣 人息举着匕首质问着Dr.周 这就是你所谓的能让月影恢复记忆的办法吗 用这些无辜少女的性命 画像里是你的妻子吧 你们当初相遇是因为身为魔女的她救了人类 而你现在却在杀人 你的妻子会原谅你吗 Dr.周听着人息的话沉默不语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那些你所守护的人类 如果有一天对尼克斯出手 你会做何选择了人息 你真的能把尼克斯藏一辈子吗 你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们吗 自私 贪婪 善变 人类的本性就是如此啊 他们根本不配和月影共存 Dr.周的神情变得越来越猙獰 他蛊惑着人息 加入肃清人类的队伍中 他要为月影创造出一个人类供奉的天堂 我要给尼克斯的是一个自由的世界 你这样和你的复制体闯进目督 可是会打扰尼克斯睡觉的哦 听到任希顽固不灵的话 Dr.周也不再隐瞒实力 虚灵化的力量全面爆发 伸出触手就向任希抽了过去 任希一个跳跃完尾躲避 契约之力瞬间开启 当初的克里夫也被虚灵化了 现在的Dr.周也同样拥有虚灵化的能力 那个幕后操纵者应该快出现了 任希想到这里 经不住叹了一口气 今天看来会有点辛苦啊 这个时候还真有点想念卡喵那个家伙 任希的身体被一簇簇藤曼捆绑挂在空中 袋子的藤曼紧紧勒进肉里 面对没有痛绝行尸走肉般的虚灵 持久的战斗让任希筋疲力尽 就在这时 一只脚从虚空中缓缓踏了出来 要抓住你这个拥有契约的家伙 可真不容易啊 毕竟我们可不敢明目张胆地 对付尼克斯大人 听到尼克斯 任希瞬间理智全无 尼克斯怎么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指引人类找到真理的指引者 只有少数人类知道真相 月影从来都不是人类口中的恶魔 那永远不会缺失的血月 就是月影神的象征 人类最终的归宿 就是效忠于月影 任希听完之后瞬间无语 谁管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在乎的是尼克斯怎么样了 尼克斯大人啊 作为月影女王的存在 我怎么敢找他麻烦呢 应该有一队不怕死的SKL小队 正在路上吧 还不等人希反应 Dr.周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直音者 你们竟然一直都在利用我 是你们说只要得到月影的内核 就可以让我妻子恢复记忆的 就可以让他复活的 你们令我骗人希来到我这里 并不是让我去取月影的内核是吗 听着Dr.周愤怒的指责 直音者比一地望着他 老头你怕不是想疯了吧 妄想取得尼克斯大人的内核 我们从一开始的目标就是人希啊 只要你能骗人希来找你 我就有办法拖住尼克斯 直音者自顾自地讲解着自己完美的计划 完全没注意到一旁的Dr.周 已经陷入了癫狂的状态 骗子复活他 恢复他的记忆 这些都是骗我的 既然如此 混蛋 你就给我去死吧 Dr.周召唤出巨大的食人花刷的一下 将直音者紧紧包裹 不过瞬间 花朵再次开放 而直音者已经不见了踪影 只剩下紫色的液体 到处喷溅甩在了人希脸上 Dr.周望着眼前被牢牢锁住的人希 喃喃自语道 只是一块被腐蚀的内核 就有这么大的力量 我的妻子很快就可以复活了 我很快就可以让他重回人间 人希 我并不想伤害你 只要你把尼克斯带来 我一定保住他的性命 人希看着已经瘋魔的Dr.周沉默不语 他用匕首斩断藤蔓 缓缓落到地面 本来还想多套一些直音者的话 没想到你先出手了 死去的人怎么可能会复活呢 我是 不要执迷不误了 尼克斯还在等我 我们速战速决吧 而此刻的尼克斯完全不知道 人希正在陷入一场苦战 他正端着咖啡座在结界里面 悠哉悠哉的看着卡喵跟SKL打架 小天天 你最好跟我乖乖回去 你那副皮囊 老大看到了 说不定还能网开一面 听到SKL的话 卡喵瞬间炸毛了 我呸 那个该死的斗挨死 我要是再见到 飞撕了他不可 听着两人谈话 尼克斯边喝咖啡 边被刺卡喵 小天天 你要不就跟SKL回去吧 你们这样很磨叽 就会吃一些东西 我会先喝咖啡 住胞 我可以吃了